绝世武魂 作者 洛成东 第1801章 沈彦斌的天赋 陈锋忽然轻轻叹了口气 目光之中露出一抹萧索之色 月纯和如延 他们还活着 但是我不知道 他们被谁救走了 更不知道 他们现在在哪里 有可能这一辈子也见不到了 韩月儿听得为之漠然 陈锋这话 并没有任何错误 龙脉大路如此之大 方圆几千万里 甚至上一里 能人意识层出不穷 各大势力交织错乱 他们也不知道被谁带走 陈锋真的极有可能 这辈子再也无法见到他们 而后 陈锋在他耳边轻声说道 师姐 你不要再离开我了 我只有你了 这句话里面 语气平淡 甚至都没有什么波动 却透着浓浓的悲伤 韩月儿一颗心 陡然之间狂跳了一下 疼得厉害 那是为陈锋而痛 他赶紧将陈锋抱住 在他耳边语气坚定无比 师弟 放心吧 我这辈子 永远不会离开你 你去哪里 我就跟在哪里 敢都敢不走 而与此同时 龙神府 此时 在龙神府的上空 竟是笼罩着一片雷云 若是陈锋在的话 一定就会认出来 因为这片雷云 正是从五军境突破入五王境的时候 所会出现的那片雷云 一般天才的雷云 长不过五米宽 不过五米 而此时出现在龙神侯府上空的这片雷云 长宽则都是达到了百米 这说明 此时正在突破入五王境的这个人 至少也是达到了百倍天才的级别 虽然还不如陈锋 但也已经是堪称精彩绝艳 而更让人诧异的则是 渡内丹雷劫的时候 雷云一般都是黑色的 而此时 这个雷云黑色之中 却是透着一股股白色光芒 这乃是白金一般的光芒 就好像利剑划破了黑暗 刺破了苍穹 映照出那一抹锋锐的色泽 无数白金光芒在其中胡乱窜着 而落下的那雷 也不是一般的雷柱 反而是一个一个白金色的雷球 此时 那渡内丹雷劫之人 正是沈雁冰 他站在龙神侯府最高的那天台之上 迎接着天空之中的滚雷 白色的雷球落在他的身上 每一个落下 沈雁冰身体便是剧烈地颤抖一下 嘴角有鲜血一出 每一个毛孔之中 都有鲜血喷涌而出 他的体表 有着无数的伤口 甚至内脏 都已经是被毁坏得差不多了 看上去凄惨无比 但沈雁冰却是咬着牙 没有丝毫的畏惧和退缩 在旁边不远处 龙神侯看着这一幕 满脸担心之色 陈锋无论遭遇什么样的危险 他都不会太过担心 但是对沈雁冰则不然 这是他最小的一个徒弟 也是唯一一个女弟子 也是龙神侯最放不下 平日里最为宠爱的一个弟子 他口中喃喃道 雷杰不过刚过去五分之一而已 眼看就已经要撑不住了 只怕下一个雷球落下 雁冰直接就会被杀 这可怎么办好 他满脸焦急之色 哪怕以他的经验阅历 此时也是毫无办法 以他的心智 观星则乱之下 此时都是慌乱无比 甚至手脚都颤抖起来 终于 有一个白色雷球落下 这就像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个稻草 轰的一声 沈雁冰狂喷鲜血 身形摇摇欲坠 竟是直接摔倒在地 已经是重伤兵死 甚至此时不需要再有雷球落下 只要再等上那么片刻的时间 他直接就会自己死去 看到这一幕 龙神侯发出惊慕喊叫 雁冰 看起来 沈雁冰此时已经根本没有任何活下去的可能 因为在后面 至少还有数十道雷球等 但是就在此时 忽然 沈雁冰体内 发出一声凶狠无比的咆哮 宛若洪荒巨兽 太古一种 那咆哮声凶猛无比 同时也是强大无比 充满了一种 舍我其谁 君临天下的霸气 接着 沈雁冰体内 竟是浮现出一个巨大的白金色虚影 这白金色虚影 明显是一个妖兽的样子 但以龙神侯之博学 他竟然也无法看出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妖兽 而在这妖兽的周围 更是有着无数白金色光芒 组成一把把灵力无比的大剑 围绕其上下翻飞 又有雷球落下 这白金色怪兽 虚影身形一斗 几时把大剑飞出 竟是将这雷球 给活生生地剁碎 龙神侯看到这一幕 不由得惊呆了 这是什么抵抗雷劫的方式 这未免也太霸道了 竟是将雷球 给活生生地剁碎 真是强悍 而后 白金色雷球不断落下 但却再也没有能够 伤到沈雁冰一分一毫 直接就被那白金色的妖兽 虚影给直接消灭了 终于 随着最后一个白金雷球落下 之前所有的那雷球残余的力量 尽数渗入到了沈雁冰的体内 下一刻就开始改造他的身体 大口大口的淤血 从体内喷出 无数黑色的杂质 从他体内排了出来 沈雁冰的身体变得轻盈 变得更加强悍 终于 沈雁冰缓缓睁开眼睛 目光之中 有着一种仓悟一切的了然 他缓声说道 我已经踏入了五王镜 接着 他握紧了拳头 他那银白如玉 看起来非常纤细的胳膊里面 却是蕴含着恐怖的力量 蓬勃而又强大 感受到这体内的一切 沈雁冰脸上露出一抹浓浓笑意 此时 那白金色雷光 已经全部收入了他的体内 而在旁边 龙神猴似乎才从那巨大的震撼中挣扎出来 他感叹说道 雁冰 你和陈锋真是厉害 为师看你们两个 真的是很没有成就感 甚至都不需要为师的任何帮助 你们就度过了雷劫 他摇头苦笑道 说起来 为师就算真想帮你们 也帮不了什么 你们的天赋层次带太高了 一般舞者度过那单雷劫的经验 在你们身上完全不适用 沈雁冰咯咯一笑 飞掠过来 抱住龙神猴的胳膊 很是撒娇地说道 师父 你这是说的哪里的话 若是没有你的话 我和陈锋 早就不知道死在哪里了 一番撒娇耍赖 把龙神猴哄得不知道天南地北 指着他笑道 你这个小家伙 最是会哄人开心 本章完 第1802章 大道质检 对了 突破进入五王境了 你感觉如何 龙神猴问道 沈雁冰仔细感知了一下 然后轻声说道 我感觉我体内 似乎有什么力量苏醒了一样 那就是了 龙神猴拍掌笑道 你在抵挡着那单雷结的时候 身上出现了异象 而这一项 显示着你体内的血脉 绝对不凡 突破五王境 其实就是一个绝好的契机 可以让你体内一些 隐藏的力量觉醒 现在 他显然正在觉醒的过程之中 不过日后 还需要你好好锻炼才行 沈雁冰郑重点头 忽然 他想了片刻 说道 师父 我想出来历练 出来历练 龙神猴顿时一愣 但接着 他眉头挑了挑 说道 这倒也不妨 是一个好主意 你刚刚踏入五王境 根基未稳 而且 你的血脉正在觉醒 也需要连番大战 才能将其刺激的更加强大 可以出外历练 他想了想 忽然手一伸 手心之中出现了一根御剪 御剪之上 看似什么都没有 但是沈雁冰知道 只要自己的手按在旗上 便立刻可以从中得到极其庞大的信息 这便是高等级功法传承的方式 龙神猴轻声说道 雁冰 这预检里面记载的乃是一门地级八评武器 什么 地级八评武器 哪怕沈雁冰素来淡雅如菊 不争名利 也不看重什么 但是听到这几个字之后 也是不由得被震撼住了 地级八评武器啊 放言整个大秦 只怕都可以说是最为强大的武器 龙神猴点点头 脸上也是露出一丝自豪之色 说道 这门武器 就算是在皇室里面 也是最为顶级的 大秦没有比他更强的 估计最多只有和他一当的 这门武器 你在历练的路上 好生参详修炼 绝对能让你的实力 提高不止一个档次 沈雁冰点头 他没有任何的矫情 直接收下 旁边周扬脸上露出一一不舍之色 他对沈雁冰 有着那么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 虽然在得知沈雁冰暗恋陈峰之后 便将这一抹情愫斩断 只不过斩断情思 又有哪有那么容易 现在心中依旧有着猪斑记挂 沈雁冰看了他一眼 微笑说道 师兄 放心吧 我没事的 一定会平安回来 见师父 还有你 绿以心背酒 红尼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 能饮一杯无 当夜 师徒三人在这高台之上 布下酒菜 看着那漫天星辰 吹着深秋时分 那已经带着浓浓寒意的风 此时 浓云压下 龙神侯端起杯酒 缓缓饮下 然后看着沈雁冰轻声说道 雁冰 为师其实早就想与你说 关于你未来战斗之路线的事情 沈雁冰凝神倾听 龙神侯说道 你原先的路线非常简单 也非常直接 但是我发现你自从来到龙神侯府之后 尤其是自从和陈峰相聚之后 似乎心乱了 沈雁冰哑然 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龙神侯缓缓说道 你原先一直是单纯的 直接的 同时也是单一的 而后来 你却是力求博杂 你学了许多本就不属于 你也不适合你的功法武技 现在看来 这些功法武技有作用 但是远不如你学习单一的武技 更有效果 沈雁冰听完这话 陷入沉思之中 许久之后 缓缓点头 而后龙神侯说道 你所走的路线和陈峰完全不然 陈峰是勃且金 他的功法博大无比 兼收并蓄 如同海纳百川 一切都能够纳入其中 所以他修的是五行之体 他日后觉醒的龙五魂 也定然和五行之体有关系 而你 你则不同 你只是单金一门 那就是白金 你的气质 如同白金之气一般 风锐无比 光芒万丈 你的五魂 也是白金属性的五魂 而可以想见的是 你接下来所要走的路线 所有觉醒的龙五魂 定然也和白金有关 所以 为师在这里指 告诉你一句 认清你的本性 向前一路走去 陈峰的道 是他的道 而你的道 也是大道 要记住 大道质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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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彦斌仔细咀嚼着这四个字 忽然 他脸上闪过一抹光彩 大声说道 敌人千般万化 敌人千奇百怪 敌人再怎么强大 我自一箭破之 大道质简 是否如此 龙神侯先是一愣 然后哈哈大笑 拍掌兴奋说道 我能有你这样的弟子 当真是三生有幸 你的悟性太强大了 沈彦斌笑道 还是师父你栽培得好 他一向是冷冰冰的 也只有在陈峰和龙神侯等人面前 才能够放下那冰冷的面具 露出略带点俏皮的小女儿女本性 正在这时 忽然天空之上一暗 有着无数银白色的东西 缓缓飘落 沈彦斌伸出手去 忽然感觉手心一凉 接着便看到 一粒银白色的雪花 在他的手心之中 缓缓融化 他抬头仰望天空 口中轻声说道 下雪了 披着这漫天大雪 沈彦斌一人一剑 悄然离开龙神府 下雪了 与此同时 数十万里之外的陈峰和寒院 也是发出这般感慨 几乎是一夜之间 大雪便在秦国内外数十万里之中落下 康城内外一片银桩素果 雪落三尺之深 康城大元帅府外面 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 缓缓走来 他们看似行走极缓 实则速度极快 转瞬之间 便是来到大元帅府前 而后 尘封缓缓开口 常用家 滚出来受死 常用家 滚出来受死 声音滚滚如雷 瞬间传遍康城内外百里 康城内外 百万楚国大军 都是听得清清楚楚 所有人脸上 都是露出惊骇之色 这是何人 如此大胆 竟敢这般挑衅大元帅 哐当一声 大元帅府的大门被推开了 无数楚国军事 从里面涌了出来 瞬间便是有数万人之多 将陈锋两人围在中间 所有人都是脸上露出争獰杀意 看向陈锋 宛如看向一头 没有丝毫还手能力的朱阳 本章完 第1803章 四刀 斩灭五星 领头那人冷冷说道 不管你是谁 你敢来这里挑衅 都会被我们碎尸万段 今天 此处 就是你等埋骨之所 陈锋冷冷一笑 忽然身上气势狠狠向下压去 陈锋甚至没有发出一招 那气势便是将他周围这几万储君 储君都给压得再也无法站立 纷纷跪倒在地 陈锋微笑着看着他们 轻声说道 初次见面就行此大礼 你们真是太客气了 这些储君脸上都是露出惊骇不敢置信之色 这人是谁 什么来落 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光凭气势就将自己等人压得跪倒在地 喘不过气来 忽然有人发出惊呼 你是陈锋 他们想到了一个极为可怕的可能 陈锋微微一笑 没错 我就是陈锋 顿时 所有储君 面如土色 陈锋再一次吐气开声 常永加 滚出来受死 当他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那几万储君看向他的目光中 已经没有了丝毫的轻蔑 更是没有了将他看作疯子一般的神色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陈锋说这句话 有资格 他也有能力做到 此时 正在大元帅府密室之中进修的常永加 也被这滚滚如雷一般的声音惊醒 他立刻眉头一挑 眼中露出一抹冰冷杀意 找死 而后双手一按 身形刷的一下直接消失 下一刻 他已然是出现在了大元帅府外面 看到常永加出现 所有储君 进阅发出欢呼之声 此时 聚集在这里的储君已经达到了百万之多 只是他们都是满脸 惊恐地看着陈锋 没有一个人敢于上前 在他们眼中 此人强大至极 也是凶狠至极 宛如魔鬼一般 死在他手下的储君 已经过百万之数 他们甚至都不敢招惹 常永加的出现 让所有人都是精神一振 在他们看来 大元帅既然出现了 那么陈锋也就必死无疑 这陈锋 不可能是大元帅的对手 所有人都是如此说道 常永加也是这么认为的 他看着陈锋 满脸都是俯视之意 缓缓说道 陈锋 你既然出现在这里 那么想必 去截杀你的那些人 已经全军覆没了是吧 陈锋笑道 没错 你能杀了他们 确实证明你实力不错 不过你最大的错误 就是高估了自己 常永加冷冷说道 你杀了他们 难道就以为会是我的对手了 告诉你 我一个人可以轻松斩杀他们 而我杀掉你 更是轻而易举 不费吹灰之力 他斩钉截铁说道 你今日来到这里 就是找死 他忽然俯视着下面百万大军 傲然说道 各位将士 今日 我就在你们面前 将咱们的心腹大患陈锋看 彻底斩杀 万岁 万岁 那些楚国将士 纷纷挥舞着手中的武器 发出兴奋的喊叫 大元帅出手 陈锋必死无疑 没错 这陈锋当真是愚蠢至极 竟然敢主动上门 挑衅大元帅 我看他是狂得没边了 一看就知道 是那种性静之辈 没有底蕴 有了一点实力 就不知天高地厚 殊不知 真正的强者 岂是他能招惹得起的 这些储君纷纷议论 没有一个人觉得陈锋能赢 而陈锋忽然看向长永家 微笑说道 这句话 也是我想跟你说的 长永家脸上闪过一抹暴怒之色 小崽子 当真狂妄 说着 他身形一闪 横跨千米 一拳向着陈锋狠狠轰出 这一拳里面 带着五星五王的强大威势 陈锋可以从他这一拳之中判断出来 长永家虽然是五星五王 但他只是五星五王初期而已 陈锋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忽然伸出一个巴掌 长永家神色冰冷道 什么意思 陈锋微笑道 五招之内 我将你斩杀 长永家先是一愣 然后发出一阵不敢置信的大笑 笑声里面充满了不屑 陈锋 你是不是疯了 还五招之内杀我 我看你能在我手下撑过五招 就算不错 而下面那些储君 更是爆发出一阵哄笑 充满了嘲讽之意 这陈锋 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竟然敢说五招之内 要杀了大元帅 我看 是大元帅五招杀了 他还差不多 所有人都觉得陈锋锋了 在这里胡言乱语 非常的狂妄自大 陈锋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屠龙刀在手 向前凶狠劈斩而出 口中大声吼道 第一刀 八荒即灭斩第一刀 凶悍无比地落下 直接就将长永家的攻势粉碎 然后在他身体之上 留下了无数密密麻麻的伤口 长永家体表一片 鲜血淋漓看 看上去凄惨无比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震惊了 而这只不过是开始而已 陈锋发出仰天长笑 口中大声喝道 第二刀 又是疯狂批出八荒即灭斩第二重 第二刀劈落之后 长永家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然后他身体表面的那些肌肉 竟是被轰然 竟是被斩出来无数条巨大的伤口 陈锋大笑之声传遍百里 第三刀 陈锋第三刀又是轰然劈落 第三刀 断筋 崩崩崩崩 常永家体内所有的大筋 在这一瞬间全部崩断 疼得他脸色都变得扭曲了 他发出淒厉的吼叫声 怎么可能 你的实力 怎么会有如此之强 竟然能够 叫我打得深受重伤 陈锋突破入二星五王境之后 八荒即灭斩的威力 也是更强了 陈锋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你以为 这就是全部了吗 他发出一声狂暴的大吼 八荒即灭斩第四刀 断骨 陈锋这一刀落下的时候 常永家眼中露出一抹极度恐惧 脸上浮现出绝望之色 他能感觉到 陈锋这一刀强大无比 这一刀 绝对能够要了他的命 他发出暴怒的吼叫 向着陈锋疯狂轰去 他用出了自己最强大的绝招 也用出了自己所有的底牌 但是 根本没有用的 陈锋这一刀 强大无比 直接将他的所有招式都给劈碎 然后下一刻 便是落在他的身体之上 众人感觉这一瞬间 时间似乎静止了 然后下一刻 时间便是 重新恢复了正常的流速 而这个时候 常永家张大了嘴 他似乎想说什么 但是 他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因为这个时候 他的身体所有骨骼 一瞬之间 全部轰然炸碎 变成了无数点点光芒 散落在空中 而后 常永家剩下的躯体 也是直接碎裂 楚国大元帅 五星王高手 常永家 被陈锋四刀斩杀 尸骨无存 本章完 第一千八百零四章 一人 追杀百万 陈锋站在原地 嘴角微微 露出一抹笑意 轻声说道 我刚才说过 我要在五招之内杀了你的 我陈锋 又怎么会誓言 下面百万储君 全都看着这一幕 他们的眼中 满满的都是期待 但是事实 却是狠狠地 打了他们的脸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的脸上都是 露出一抹不敢置信之色 怎么可能 大元帅实力如此强大 怎么可能被陈锋击杀 大元帅可是堂堂五星五王啊 他在陈锋手下 竟然连五招都没有支撑过 老天爷 这不是真的 我不相信 有的储君看到这一幕 直接精神崩溃 口中发出疯狂的吼叫 下面这上百万楚国大巨弩 被满满绝望的情绪所笼罩 每一个人感觉自己几乎都要疯了 陈锋就这么傲然 立于天空之上 看着他们 宛若俯视众生的神奇 就在此时 忽然不知道谁发一声喊 用带着哭腔的声音吼叫道 大元帅死了 大元帅死了 咱们各自逃命去吧 说着 当先向外逃去 有了他带头 不少人都是纷纷效仿 这些储君纷纷疯狂地向外逃跑 甚至为了自己多得一线生机 他们不惜杀死挡在自己面前的同袍 陈锋根本还没有动手 这地面之上 就成了修罗场 为了争夺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他们疯狂地杀戮 陈锋就这么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嘴角浮现出一抹充满了嘲讽的笑 很快 这百万大军 竟是逃的一个金光 康城之中 连一个储君都没有剩下 储国大军直接崩溃了 他们向着秦国和储国的边境 疯狂地逃去 所有人 此时心中就只有一个想法 那便是离着那个魔鬼越远越好 陈锋看到这一幕 嘴角一抹笑意荡漾而出 忽然 他身形凌空飞起 向着那些储君缓缓追去 陈锋并没有下去杀戮那些储君 他只是在天空之中缓缓地追着 韩月儿随在他身旁 问道 陈锋 你这是打算做什么 陈锋微笑说道 你待会儿看看就知道了 那些储君在地面之上疯狂地逃跑着 如同一条条长蛇 他们速度很慢 陈锋也不着急 就这么慢慢悠悠地跟着 大约半天之后 他们到达了秦国和储国边境 这里 有着一座雄关 城墙高足有千米 城墙之上 一面面大齐迎风招展 旗帜之上一个储字 赫然在目 此地 乃是储国一座雄关 铁沙关 此地有着足足数万大军驻扎 他们本来神态都是非常地放松 甚至那些城墙之上的军士们 还都有空在那里聊天瞎扯 而忽然 他们看到远处的一片黑潮涌来 一名士族 嘴角露出一抹嘲讽的笑意 那些该死的秦国贱民 跟眉头苍蝇似的 也不认识鹿 竟然逃向咱们这边了 他以为那些黑压压的人潮 是逃难过来的秦国百姓 因为这不是第一次了 储君在秦国大肆杀戮 不少秦国百姓 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甚至被追杀的 向储国这边逃来 而他们的命运 甚至比被直接杀死还要凄惨 因为他们会被这些储君俘虏 难得直接成为苦力 在各种繁重的活中 活生生地累死 而那些女子 有姿色一点的 就更加凄惨 会被他们活生生地蹂躏至死 旁边一名储君士兵 脸上则是露出一抹音效 莫然说道 这一下 又有新鲜货色可以玩了 距离上次那一波秦国难民 来到这足足半个月了 老子早把他们里面那些 有姿色的玩了一个遍 现在看着都腻了 这一下 可有不少新鲜货色上来 没错 另外几名储君士兵 互相看看 都是发出一阵吟笑 其中一名储国士兵 冲着城下大声招呼道 又有秦国建民逃到这边来了 什么 又来了 城楼里面 城墙下面的银房里面 听闻此言 都是发出惊喜的呼喊 然后一大片储君 从中涌了出来 他们来到城墙之上 翘首向远处看去 脸上都是露出兴奋笑容 果真啊 这一下有福了 他们一个个都是脸上冒着荧光 甚至有的人都是在不断地吞咽口水 但是很快 他们脸上的银色就消失了 他们的神情从激动兴奋变成了错愕 而那错愕之中 还带着一丝隐隐的不安和畏惧 因为他们看清楚了那片黑压压的人潮 那哪里是什么秦国建民 那分明是楚国军兵 而此时 落入他们眼中的这些楚国军兵 精神状态跟乞丐都差不了多少 一个个脸上都是满脸的恍惚和绝望 衣衫破破烂烂 甚至不少人身上还带伤 他们一边逃跑 还一边不断向后张望 就好像身后有什么洪水猛兽一样 怎么可能 这可是咱们楚国的无敌大军 怎么落得如此狼狈的境点 我看他们一个个身上带伤 明显是在狼狈逃跑 难道他们是被秦国军队追杀过来了 不可能的 咱们连破三周 那些秦军来不及反应 就已经尽数被杀 秦国不可能这么快就做出还击的 哎 你们说 这些楚军会不会是假扮的 会不会是那些秦军想要反攻 他话音刚落 旁边便是响起一片不懈的吃笑声 放屁 那些秦军现在哪有还有反击的心思 这些根本假扮不来的 我还看到了我熟悉的人 怎么可能假呢 城墙之上的楚军议论纷纷乱成一团 这时候 一名高级军官出来 大声呵斥道 吵什么吵 都给老子闭嘴 这却是一名万夫长 有他训斥 城墙上安静了许多 而这万夫长也是看向那些落荒而逃的楚军 脸上露出浓浓的疑惑之色 此时 似乎是因为看到城墙了 感觉回到楚国了 那些楚国的逃兵的脸上都是露出一抹庆幸且欣喜之色 不少人都是放松 脚下放松了不少 而这个时候 尘封忽然一声冷笑 找死 一刀劈出 落在最后的那些楚国军兵顿时被斩杀了 不知道多少 于是下一刻 那些楚国军兵更是发出凄厉惊慌的吼叫声 那个恶魔又来了 尘封又追杀过来了 快跑啊 赶紧逃命 要不然下一个死的就是咱们 他们立刻又是疯狂地向前逃去 他们回过头看着尘封 又赶紧将头回过去 就好像看尘封一眼 就会死一样 他们离着关口越来越近 而关口之上的军兵也是看得越发的清楚 他们先看到了 这黑压压一大片 足有上百万的楚国大军 然后他们视线转向后面 于是 他们就看到了追兵 什么 这不是开玩笑吧 怎么可能 我是不是眼花了 这追兵竟然只有一个人 因为他们赫然看到 追在这百万楚国大军身后的 竟然只有一个人 一个手提着巨大的黑色巨刀 长相俊朗的高大年轻人 他在这些楚国军兵身后 缓缓地走着 刀脱在地面之上 建设出阵阵火星 陈锋 一人追杀百万 他就像是一头在赶着一群羊的孤狼一样 强悍而又霸道 老天爷 我没看错的话 他们难道是被背后那一个人 给吓成这样 所以疯狂逃命吗 本章完 第1805章 一刀 斩碎雄关 这不可能啊 这可是百万大军啊 百万大军 怎么会如此凄惨的 被一个人追杀 一人一口唾沫 就足以把他给淹死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些人发出惊恐无比的吼叫声 而此时 那些楚国逃兵 已经来到了城墙之下 他们纷纷发出大吼 快开城门 快开城门 砰砰砰的 胡乱砸着城门 整个城墙似乎都颤抖起来 那名楚国万副长大声吼道 先不要开车门 而后 他向下面问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下面一个人破口大骂 历声吼道 没看到吗 老子等人被后面那个魔鬼追杀 逃到这里 你竟然还敢不给老子开门 别贪娘的废话 赶紧开门 再多说一句 信不信我待会直接在阵前斩杀了你 这城墙上的万副长听闻此言 勃然大怒 他就要破口大骂 但就在这个时候 他俯身看去 顿时击凌凌地打了个哆嗦 原来 刚才喝骂他的那人 竟是做将军打扮 比他万副长的等级还要高 这万副长顿时心中一个哆嗦 怎么可能 如此强大的一名将军 竟然也被追杀得这么凄惨 而当他在抬头看向 那如潮水般的百万大军的时候 心中一股巨大的恐惧油然而生 那个人是何等样的高手 竟然如此强大 一个人啊 他只有一个人啊 竟然追杀的百万大军 如此狼狈 这要塞的城墙和城门 都是专门加固过的 都乃是请专门的铸造失恋制的 非常的坚固 他们根本无法破开 因此 只能疯狂递杂门 下面谩骂之声不绝于耳 说话的都是楚国高级军官 那万副长终于扛不住了 大声叫道 打开车门 打开城门 轰的一声 城门打开 这些储君疯狂地向着城门涌去 而这个时候 城墙众人的视线 却是没有落在他们身上 而是落在天边那个小小人影身上 那个人离着这边越来越近 终于 他身形漂浮起来 悬于空中 看着城墙上的众人 他的嘴角挂着一抹机翘的笑容 显然 他根本没有 将这城上城下 百万大军放在眼中 那万副长脸上露出一抹暴怒之色 他感觉自己 被轻视了 他没有尝过尘封的厉害 在他看来 这些逃回来的储君 都是胆小鬼 若是自己等人 绝对不会怕的 这么多人 足足上百万 一个人一口唾沫 就足以将他淹死 又怎么会如此的狼狈 于是 他大声吼道 放箭 将这个小兔崽子击杀 是 城墙之上的储君 都是大声音士 而后张弓搭箭 瞬间 十几万只羽箭 同时向着尘封狠狠地飙射而去 此时 看到这一幕 尘封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有些惊诧 但更多的是 充满了浓浓的嘲讽 他缓缓地摇了摇头 真是不自量力啊 他没有丝毫的动作 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看到这一幕 那名楚国万夫长 更是得意万分 他哈哈大笑 这个小兔崽子 完全被吓傻了 他根本没有丝毫的动作 没错 他绝对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强大的攻击 所以被吓得连还手都不知道了 哈哈 他立刻就会死在万箭之下 这些逃回来的废物 一个个真是无能 竟然被这么一个小崽子追了这么久 幸亏有咱们王将军 没错 今日王将军就将这个小兔崽子 斩杀于铁杀关之下 原来 这万夫长 被称呼为王将军 他们脸上 都是露出极度不屑之色 觉得可以立刻立刻 杀死陈锋 而这个时候 这些楚国逃兵的脸上 却都是露出一抹不屑的嘲讽之色 这些蠢货 他们还不相信咱们 他们根本不知道此人有多么强大 他们竟然还妄图战胜对方 简直就是自寻死落啊 而陈锋此时 缓缓摇头 嘴角露出一抹嘲讽的笑意 缓缓说道 不知死活 只见 他没有任何的动作 而那几十万只巨大羽箭 在即将到达陈锋身体的时候 却是忽然都停滞下来 他们都是 在空中颤抖着 却不得寸进 下一刻 只见尘封一声冷哼 忽然 那几十万只羽箭 齐刷刷的倒转箭头 竟是向着城墙之上 疯狂地飙射而来 看到这一幕 城头之上的那些储君 都是吓傻了 他们发出惊呼 怎么可能 这是人吗 这简直就是神迹一般的强大 下一刻 他们似乎才回过神来 这可是能要了他们性命的东西 于是 他们纷纷发出惊慌的喊叫 然后四散逃跑 但是 他们又哪里跑得过 这些飙射而来的大箭 速度比刚才更快 力量比刚才更足 转瞬之间就已经来到面前 轰的一声 一支巨大羽箭 直接射中了一名楚国将士 将他轰然打碎 然后又是洞穿了三名楚国将士 最后落在城墙之上 将城墙上凿出一个大洞 一箭之威 以至于斯 十几万箭落下城墙之上 那些士族被杀掉了足足一半 幸存者之中 也是大半受伤 他们都完全吓傻了 呆呆地看着天空之中的那个人影 不相信 世间竟有如此强大之人 而后 陈锋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忽然向着地上那些楚国军兵 说道 多谢你们带我来此 那些楚国军兵听闻此言 心中都是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而这个时候 只听陈锋吐气开声 一声高吼 手中屠龙刀凶狠地披落下去 而他披落的对象 赫然竟是这座铁杀雄冠 与此同时 远处天边 一声愤怒的大吼传来 住手 这个声音 陈锋听到了 但陈锋却没有丝毫地犹豫 他嘴角浮现出一抹冰冷杀机 手中屠龙刀狠狠落下 下一刻 巨大的铁杀官轰的一声 竟是直接碎裂 无数乱石崩飞 将不知道多少储君砸死 城头之上的储君 更是瞬间灰飞烟灭 整个铁杀官 轰然倒塌 而当飞杀走势消失 当这些储君重新恢复视线之后 他们骇然看到 高达上千米 长度几十里的铁杀官 竟是直接消失了 大地之上 只剩下一个巨大的深坑 一刀 陈锋一刀 破碎雄关 本章完 第1806章 战雄城后 而随之死去的储君 则是占了一大半 幸存的那些储君看到这一幕 甚至都已经麻木了 他们甚至连震惊都没有 这个时候 陈锋已经没有把注意力 放在他们身上 而是看向了远处 远处一道身影疯狂飙射而来 瞬间就来到陈锋锋面前 他所过之处 天空之中一道紫色火线 悄然浮现 如同火烧云一般 绚烂而归粒 这股气息 陈锋仔细感应了一下 嘴角忽然露出一抹笑容 这气息 我很是熟悉啊 似乎正是那雄成静的 看来杀了小的来了大的 他将目光投向前方 数百米之外 一个人影浮现在他面前 此人身材高大 长相也是颇为俊朗 看起来是那种非常儒雅温和之人 只是此时他眼中满满的都是怒火 他的目光在地面之上扫过 地上只剩一个大坑 无数尸体 还有那些受伤的储君 在其中发出凄厉的叫声 他脸上怒涩越来越盛 骤然抬头 盯着陈锋 暴怒吼道 陈锋 你好狠的手段 你可知道 你这一刀下去 会有多少人死吗 陈锋看着他 声音平静无比 淡淡说道 我不知道这一刀下去 会有多少人死 我只知道 你们这些狗杂种 在秦国造下滔天杀念 三周陷落 上亿的秦国百姓 被你们杀死 我只知道 我曾经待过许久的小镇和学院 此事已经变成一片废墟 我只知道 我的亲朋好友 被你们杀了 不知道多少 我只知道 我最亲近的人 就是因为你们 才离开了我 我只知道 我要报仇 而你 你知道这些吗 最后一句 他忽然 从平静至极的语调 变成了一声暴怒无比的大吼 目光死死地 逼逝着这名紫袍青年 这紫袍青年 顿时浑身机灵灵地 打了个哆嗦 一时之间 竟是一句话 都说不出来 另外 陈锋看着他 淡淡说道 若是我没猜错的话 你应该就是 熊成静的哥哥 紫颜峰君熊成后 是不是 熊成后道 没错 正是我 陈锋微笑道 你这次来 是来找我 替你弟弟报仇的吧 熊成后又点头 是 陈锋接着问道 那你可知 熊成静自己取之有道 我与他无冤无仇 他先是派人追杀 被我反杀之后 又亲自前来杀我 熊成后依旧点头 没错 我知道 只是到此时 他的语气 已经是非常的苦涩 他看着陈锋 缓缓说道 我知道 我这次前来杀你 乃是不义之战 因为你完全战利 但是 他毕竟是我的弟弟 你杀了他 我就一定要为他报仇 大不了 将你杀死之后 我自杀就罢了 陈锋看着他 嘴角忽然露出 一抹古怪的笑意 淡淡说道 你未免也太高看你自己了 今天 死的是你 而不是我 我陈锋 绝对能够将你斩杀 熊成后缓缓摇头 一脸不以为然的样子 说道 陈锋 有信心是好事 但是你的信心 未免也太足了 我知道 你现在登顶 十大公子榜首 但那又如何 你毕竟根基太浅 你看看你现在的实力 不过是二星五王而已 而我呢 我已经是在四星五王巅峰这一境界 停留了好几年 前些十日 更是突破到了五星五王出气 我要杀你 绝对是轻而易举 他说这话的时候 很平淡 没有什么狂傲之意 但是却透着一股 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自信 似乎他说 能赢陈锋 就一定能够一样 陈锋看着他 淡淡说道 那么 就来吧 雄城后缓缓点头 在他身体周围 一道紫色裂岩蒸腾而起 这紫色裂岩一出现 周围万米之内 温度都是急速上升 哪怕相隔万米之遥 甚至不少储君的铠甲 都是有了融化的迹象 足可以见得着 裂岩的温度是 何等之高 陈锋瞳孔一缩 雄城后的裂岩 和雄城镜的本出同源 但是温度和威力 至少是要比雄城镜的紫岩 高出三四倍去 在他身后 两道巨大的武魂 骤然出现 这两道武魂和雄城镜的一模一样 其中一条乃是火焰巨龙 而另外一个 则是巨大无比的一团紫色烈焰 它的这两个武魂 并不比雄城镜的大 事实上 比雄城后的两个武魂 体型还要小一些 但是 却是极度的凝炼 那火焰巨龙 长约千米 全部都是由赤红赤红的火焰构成的 这火焰极度凝炼 看上去就像是琉璃晶体打造的一般 晶莹剔透 散发着高贵无比的风华 而那紫色烈焰 温度高到了极致 威力起码是雄城镜的五倍以上 外面紫色火焰 而到中心处 那火焰甚至已经转变为淡淡的蓝色 那种幽蓝色的火焰 尽管离这尘封很远 也非常的小 但尘封却能感觉到 其中那股毁天灭地的气息 他顿时心中凛然 这幽蓝色火焰的威力 绝对是强横无比 雄城后看着尘封 大声说道 尘封 我今日杀你 一位国仇 二位加恨 我弟弟杀你 视为不义 被你反杀 死有应得 但他是我弟弟 楚国入侵秦国 大肆杀戮 视为不义之战 你将储君屠杀一空 也是这些储君 只有应得 但楚国 乃是生我养我的国度 雄家是受官 所以今日一战 不得不战 尘封深深吸了口气 忽然对着雄城后 有些敬佩 雄城后绝非是那种 蛮不讲理之人 他有自己的坚持 当然 他也有自己的原则 他知道自己做的是错的 但他还是要去做 而他 准备事后自杀 作为补偿 这 才是真正 世家大族的风骨 雄城后大声道 来吧 今日 你死我活 陈锋微笑说道 不 是你死 我活 才对 两人都是 拥有着强大无比的自信 雄城后一愣 然后哈哈大笑 接着 身形跃起 一拳轰击而出 紫色烈焰瞬间包裹住了他的身体 顺着他的拳头疯狂向前涌来 转眼间就形成了一道巨大的紫色火焰长河奔流而至 本章完 第1807章 火行大圆满 陈锋同样也是一拳轰出 山岳巨人的血脉在他体内奔涌而来 他这一拳 拥有着超越四星武王的强大威力 这一拳 与那火焰俱拳 狠狠地撞击在一起之后 轰的一声 直接将那紫岩长河给打碎 但是这竟然没完 紫岩长河被打碎之后 后面的那些烈焰 依旧是源源不绝 竟是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拳头 向着陈锋 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势 哄 一个拳头到来 这一下 将陈锋打得身形 摇摇欲坠 接着 又一个拳头到来 将陈锋之间 打得一声闷哼 嘴角一雪 竟是接连由九十九个拳头轰然而至 原来这招 后续精妙无比 看似只有一拳 实则后面跟着九十九拳 一直将敌人活活打死为止 雄城后脸上露出一抹淡然笑容 待他看来 这场战斗 自己已然赢了 陈锋绝对连这一招 都接不下来 而陈锋 嘴角露出一抹冷然笑意 忽然 他感觉自己丹田之中 五行之中 火星里面那些红色光点 发出雀跃欢呼的信息 就好像他们碰见什么极高性的事情一样 陈锋立刻心中一动 他不再是向外应接 应汗 而是彻底放开了 陈锋竟是双手张开 任由那些火焰奔流 轰击在自己身上 与此同时 他疯狂运转体内 九阴九阳神功 于是下一刻 庞大无比的犀利传来 那些紫颜奔流 轰击在陈锋身体上之后 竟是没有给陈锋造成任何的伤害 而是直接没入到了陈锋的身体之中 陈锋一声冷哼 身体皮肤都变成了一片焦黑 那是强烈的火毒侵蚀 但是 陈锋终究还是扛了下来 烈焰奔流不断涌来 又不断消失 而且烈焰奔流被九阴九阳神功吸收之后 则是瞬间就转化为无穷无尽的红色光点 这些红色光点涌入丹田里面 五行之中的火行立刻瞬间壮大 红色光点的数量从之前的三十万颗疯狂地增长 转眼间就达到了三十五万颗 四十万颗 当这紫颜奔流终于消失殆尽的时候 这些红色光点竟然已经达到了五十万颗之多 陈锋长长地虚了口气 带着浓浓的火焰气息 他轻声自语道 看来我身体能够承受的极限 就是这种强度的 若是强度再大一些 我就会无法吸收了 看到这一幕 熊成后脸上露出一抹金融 看着陈锋说道 你竟然能够将我的紫颜吸收 他的心中满满的都是震撼 因为他的紫颜比任何一种火焰都要炙热 都要霸道 他也见过之前想要强行吸收的 但是后果都是被紫颜给活活焚烧而死 而陈锋 此事竟然安然无恙 陈锋微笑说道 你没看错 能够承受我的紫颜是吗 熊成后微微一笑 那么 你再试试这个如何 说着 他的双掌接连拍出 下一刻 那巨大的紫颜火球五魂 竟是产生强大无比的吸力 将那火龙五魂 直接吸收进了体内 而后 紫颜五魂体型暴涨 瞬间竟是扩大了三倍 下一刻 巨大的紫颜五魂轰的一声 上面直接炸开一个大洞 在这大洞之中 无数紫色烈焰 如同瀑布一般疯狂涌出 这些紫色烈焰 比刚才出现的那紫色奔流规模 至少要打了十倍以上 倾泻而出 于九天之上坠落 就宛如一个巨大的瀑布一般 向着陈锋当头交来 雄城后昂声说道 看我紫颜落九天 原来这一招 名为紫颜落九天 不但规模比刚才的紫颜 奔流大十倍 而且是 直接在紫颜五魂之上 破开一个大口子 将紫颜五魂核心的烈焰 倾泻而出 所以 温度比刚才更高三倍 陈锋盯着这从天而降的紫颜瀑布 缓声说道 规模是刚才十倍 温度是刚才三倍 现在这种强度 我绝对无法直接吸收 但是 这又如何 陈锋哈哈大笑 既然无法直接吸收 那我就以力破之 说着 他凌空跃起 手中屠龙刀坑然出现 八荒计灭斩 轰然劈出 第一刀 破皮 第二刀 碎肉 第三刀 断尽 第四刀 碎骨 轰轰轰轰 陈锋接连劈出四刀 竟是直接将这坠落的紫颜瀑布 轰然劈碎 无数紫色流火四处纷飞 转瞬之间 方圆百里之内 尽数被这紫色流火 化为焦土 但是 这还不算完 一道紫颜瀑布崩落下来之后 后面接着竟然又是一道 然后又是一道 整整九道瀑布从紫颜五魂之中奔流而出 形成九重浪之势 一个浪头接着一个浪头 凶恶无比 而当这九重浪奔涌而出 紫颜五魂也是极度萎缩 转眼之间化作一个小小火球 落入雄城后的体内 这一招 已经是雄城后 耗尽两个五魂之力 才能发出的强横绝招 威力 已经达到了五星五王中期的全力一击 显然这招攻势固然强大 却也耗尽了他的力量 让他再也难以为继 而尘封面对着剩下的八重瀑布 在这苍穹之下 发出一声愤怒的大吼 他的八荒技灭战疯狂挥出 将一重又一重的大浪 轰然劈碎 与此同时 在尘封体内 这一次九阴九阳神功 甚至都没有用尘封驱使 便是自动运转起来 尘封甚至能够感觉到 九阴九阳神功 以及丹田中那些红色光点上面 传来的一股极度的渴望之意 甚至 都已经有些贪婪了 下一瞬间 九阴九阳神功的气轮 那强大的犀利 甚至让尘封面前 形成了一个漩涡 那些紫色瀑布的碎片 一股一股的紫色瀑火 都是被疯狂地吸了过来 此时 紫色瀑布被尘封轰碎之后 尘封的身体 已经可以承受那些紫色瀑火的强度了 但也只是勉强承受而已 一大块紫色瀑布的碎片 被尘封九阳 神功吸收 化作无数红色光点 落入尘封丹田之中 尘封感觉自己浑身火烧火燎 甚至他的蹊跷 都在向外冒火 一瞬间身体剧痛 经脉被拉伸到了极限 下一刻几乎就要崩断 尘封嘴角露出一抹苦笑 九阴九阳神功 对我还真是了解 正好卡在我的极限之上 差一点 我就要受伤了 尘封一刀又一刀 将紫色瀑布不断劈碎 与此同时 九阴九阳神功 也在不断吸收 这样做最直观的 一个效果就是 尘封丹田里面的红色光点数量 越来越多 以一个极快的速度在增长着 五十万颗 六十万颗 七十万颗 终于 当最后一层紫色瀑布被劈碎 尘封落于地面之上 双手拄着屠龙刀 屠龙刀深深插入大地之中 而尘封剧烈呼吸 满脸苍白之色 他此时体内力量 依然消耗无几 甚至再难以挥出任何一刀 但此时 尘封脸上 却是露出一抹极度欣慰的笑容 因为随着最后这些紫色烈焰被劈碎 最后这些紫色流火 被他吸收体内 忠于他体内的红色火星光点 瞬间变成了整整一百万颗 弥漫于丹田之中 气势压过了其他所有 此时 尘封丹田之中 那到进入二星五王之后 变成足足两万米长的巨大舞蹈天河 在其中缓缓流淌 在天河的上方 金木水火图五行 五种颜色的光点 隐隐闪闪 瑰丽地宛入一个梦境 此时火星 大圆满 本章完 第1808章 震惊 三五魂 尘封的五魂 晋级为天极五魂的进度 完成了五分之一 落于他对面的雄城后 嘴角微露笑容 轻声说道 尘封 现在你是不是一点实力都没有了 而我 我最强大的绝招 还没有用出来呢 他满脸自信之色 在他看来 尘封从来就不可能赢他的 尘封此时 却是忽然一笑 豪迈无比 大声说道 那就再来 何必呢 雄城后摇摇头 何必如此不自量力呢 尘封嘴角露出一抹嘲讽的笑容 待会儿你就会知道 谁才是真正的不自量力 雄城后神色变了 好 既然这样 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最强绝招 也是我雄家的至高绝选 能够死在这一绝招之下 乃是你的幸运 他盯着尘封 双手高举 划出两道玄傲的弧线 紫言遮天事 说着 在他身后 波光凌凌 虚空变幻 而后 在那虚空之中 一个存在 竟是悄然浮现出来 这是一个硕大的紫色巨鹰 体型不是特别大 只有数百米长而已 但是浑身上下 却是散发着高贵无比 强大无比的光芒 他的紫色 都是那种紫色之中带着金色 极度内敛 极度凝实 尘封立刻就判断出来 这头紫色巨鹰 他的凝练程度 至少也是之前紫言武魂的十倍以上 这头紫色巨鹰神俊之极 目光一眨不眨地 盯着尘封眼中 露出冰冷沙鸡 他的翅膀在空中挥舞 发出阵阵清脆鸣叫 最让尘封震惊的则是 这头紫色巨鹰赫然正是一个武魂 这也就意味着 雄尘后竟然拥有三个武魂 尘封完全是被震惊到了 怎么可能 还会有人拥有如此多的武魂 之前 当他得知人可以拥有血脉武魂的时候 就已经非常震惊 而现在 雄尘后竟然拥有三个武魂 雄尘后盯着尘封 微笑说道 尘封 现在 你可以去死了 说着 他双臂张开 与此同时 在他身后 那紫色巨鹰双翅也是骤然张开 刷的一下 便是直接来到尘封身体上空 他的双翅张开之后 体内一个个的小点瞬间亮起 转眼间 整个双翅就已经是亮成一片 而在双翅之上的那些羽毛 则是根根直立 完全转变成了紫金之色 华美无比 同时也散发出锐利无比的光芒 尘封感觉到了极大的威胁 那羽毛 一根就能要了他的命 他的五星五王级别的防御 绝对会被气洞传 下一刻 紫色巨鹰一声鸣叫 双翅接连抖动 于是 他双翅之上的羽毛 全部离体而出 数千根紫金色的巨大羽毛 向着尘封狠狠飙射而来 尘封瞬间目光一缩 这紫颜遮天事 遮天蔽日 不愧是最强招式 确实强横 若是我没有底牌的话 会被直接穿成筛子 尸骨无存 雄尘后看着他 满脸自信 而尘封此时 却没有丝毫的慌乱 他只是微微一笑 看着雄尘后说道 你以为 只有你有底牌吗 然后 尘封双臂一震 一声爆吼 雷神附体 尘封丹田之中 那条雷光电龙 发出一阵欢愉的鸣叫 刹那之间 便是化身无数雷霆 落入尘封体内 于是下一刻 在他身后 则是出现了一道 巨大的雷光电龙的虚影 在尘封身体表面 无数雷霆瞬间生灭 天空之上 有无数雷柱骤然披落 但是却没有给他 造成任何的损伤 沐浴在这片雷玉森林之中 尘封伸手握出 便将数十道雷霆 捏得彻底粉碎 又是反手一引 于是几十道雷霆 在他手心之中 悄然闪现 尘封宛如雷神一般 霸道强横 他缓缓抬起头来 看向雄尘后 微笑说道 这 就是我的底牌 此时尘封目光之中 一片淡漠 竟当真有了几分神奇的韵味 雄尘后看到这一幕 也是震惊至极 他感觉到尘封体内 散发出来的气息 极为的恐怖 而后 尘封看向那天空之上 落下的紫颜遮天室 嘴角微微露出一抹笑意 忽然双掌拍出 于是 无数雷霆 骤然出现在那些紫颜遮天室旁边 疯狂地向其披落 一根又一根紫色羽毛 被雷霆直接劈碎 转眼之间 这紫颜遮天室的攻势 就被尘封彻底粉碎 那头紫色巨鹰 发出一声疯狂的吼叫 向着尘封疯狂冲来 尘封嘴角微微勾勒出冷漠笑意 不自量力 一拳打出 只是一拳而已 那紫色巨鹰 就被轰成了无数星光 消散在空中 五魂消散 雄尘后如遭重击 一口鲜血喷出 身形亮亮呛呛 而后 尘封向他缓缓走来 裹挟着万丈雷霆 雄尘后看着尘封 此时眼中已经露出一抹绝望之色 但他还是一声大吼 用出自己所有强横招式 向着尘封攻来 尘封微笑摇头 没用的 然后 他只是 手轻轻一伸 那些强横招式 便是被尘封轻松捏碎 尘封来到他进前 一拳轰出 这一拳 便是直接将雄尘后打得浑身骨骼尽碎 重伤冰死 摔落在地 再无反抗之力 这个时候 尘封雷神附体的时间也到了 他走到雄尘后旁边 俯视着他 缓声说道 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 雄尘后大口大口地咳着血 但是他脸上神色却是非常的平静 眼中光彩则是越来越暗淡 他的生命随时有可能会终结 却不见悲伤 不见痛苦 不见绝望 看着尘封 脸上露出一抹平和的笑意 那笑容之中 竟满满的都是解脱 他轻轻叙了口气 我终于能够解脱了 你可知 我的前半生 都是被不喜欢的东西给羁绊着 弟弟闯了祸 我是他哥哥 我要为他收拾残局 家族要崛起 我作为家中长子 又是家主 我就要将家族所有的重担 都扛在肩上 楚国要整套他国 我身为楚国臣子 又怎能不为国家出一份力 累 我太累了 这样的生活让我疲于奔命 似乎我过去 这些年做的一切 就没有一件事 是为我自己的 全都是为了别人 本章完 第1809章 无上至宝 浑缓 而现在 终于能解脱了 陈锋在旁边听着 片刻之后 他在雄城后旁边 缓缓盘膝坐下 身后脚步声响起 韩月儿走了过来 雄城后一抬眼看到韩月儿 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轻声说道 陈锋 你好福气 有如此神仙眷侣相伴 韩月儿抿嘴一笑 矜持而淡然 多谢夸奖 陈锋此时 突然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 他和雄城后 不像是生死大敌 倒像是两个多年的至交好友 现在一切都放下了 他忽然轻声问道 雄城后 有几个疑惑 我想向你问一下 当然 你若是不想回答 那么我也绝对不会勉强 雄城后此时 却是神色变得兴奋起来 竟有些期待 说道 陈锋 你尽管问 我很乐意回答 陈锋疑惑说道 为什么 雄城后道 能够在你这个天才的崛起过程之中 出一把力 我非常欣慰 陈锋亚然 而后点点头 问道 我想知道血脉武魂的事情 雄城后微笑道 这个好说 血脉武魂 顾名思义 来源于血脉 只要是天赋出众之人 生来神门之中 就有着一尊武魂 而血脉武魂 和这尊神门中的武魂不一样 出现于血脉之中 很多优秀的血脉 天生就自带武魂 但是出生的时候不会觉醒 而是在成年之后 才会觉醒 陈锋问道 具体是多少岁 他很想知道自己的血脉武魂 会是什么 雄城后摇摇头 说不准 一般来说 天赋越好 觉醒越早 最早是十六岁觉醒 而最晚 则是三十岁觉醒 若是三十岁还未觉醒 那么很有可能就不会觉醒了 这 就是三十而立的游览 当然 他接着说道 也有一个可能 就是这个武魂太强大了 所以觉醒的才晚 因为他需要他的主人 需要那 承载他的身体足够强大 陈锋道 很多家族都有血脉武魂吗 不算多也不算少 异国之中 总有那么几个家族 但可以肯定的是 皇室是肯定有的 陈锋点点头 深深吸了口气 你为何会有三个武魂 我就知道你要问 雄城后一声苦笑 如果不是刚才生死之间 我绝对不会暴露 我有三武魂的秘密 因为想要在血脉武魂 和本身武魂之外 得到第三个武魂 实在是太艰难了 陈锋问道 有多难 需要一项质保 一项无上质保 雄城后缓声说道 陈锋悚然一惊 雄城后口中的质保 会是何等珍贵 雄城后目光之中 露出一抹憧憬之色 这种质保 名为魂环 乃是无价之保 整个屠龙三十七国 只怕也只有我雄家才有 这种质保 本就不是应该存在于 咱们屠龙三十七国 这种低等级的小地方的 甚至 在力量层次 远远高出咱们屠龙三十七国的 那些大皇朝 大地方 也极为罕见 非常昂贵 我的祖先 也是曾经选赫一时 去过一个极端宣赫的大皇朝 天元皇朝 机缘巧合之下 才得到了这枚魂环 一直传承下来 在我这一辈 被我吸收 可惜啊 我把这个魂环糟蹋了 我的三个五魂 最高的 也才第几七品 他忽然看着陈锋说道 其实 陈锋 我们这算什么啊 那是你见识太少 没有真正见识过广阔的天空 秦国 楚国 甚至是屠龙三十七国 都不过是一口小小的枯井而已 在里面坐井观天 外面才是真正的世界 真正的强者 双五魂都算少的 三五魂 甚至更多五魂的 也都有 听到这些话 陈锋感觉自己胸中有热血澎湃起来 他此时有着极度迫切的渴望 我要去天元皇朝 我要追求更强大的力量 当说完这些话的时候 雄成后 已经是呼吸微弱 气弱油丝 他面色如金纸一般 身体忍不住一阵冰冷 他看着陈锋 缓缓说道 陈锋 我应该就要死了吧 陈锋 陈锋 点头 好 他懂雄成后 雄成后 欣慰一笑 目光投向远处天空 似乎要将这天地景色 再看一遍 陈锋 手按在其心口之上 掌力微微一吐 雄成后 心脉断绝 眼中再无任何光彩 陈锋伸手将他眼睛缓缓辅上 而后 他站起身来 目光一片苍茫 不知是悲是喜 楚国年轻一辈 第一高手 屠龙三十七国俊杰榜六大俊杰排名第三 雄成后 被陈锋击杀 楚国大元帅常永家 五星五王高手 被陈锋四刀斩杀于大元帅府 楚军溃乱 纷纷撤回楚国境地 半个月之内 本来占据秦国三州土地的所有楚军 进阶离开 秦国三州 数百万里土地 就这么 被陈锋一人收服 七百万楚国大军 被陈锋一人击败 而当这个消息还没有传开的时候 有一个势力 已经先走一步 屠龙三十七国 领土犬崖交错 互相渗透 但是 在这屠龙三十七国之中 却有那么一片区域 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度 这是一片方圆大约两万里左右的白石丘陵 白石丘陵的最中间位置 城市坐落着一座山峰 山峰形如书架 名字就叫做书架峰 书架峰之下 有一座大城 方圆千里 人口数百万 店铺凌厉 人们摩肩接踵 极为的繁荣 但是这里却没有官员 不收赋税 因为这里的所有百姓 全部都是为武栋书院服务的 武栋书院 就在书架峰的顶端 书架峰高达数万米 通体洁白之色 而且 这里面的石质 极为的细腻白皙 看上去就如同美玉一般 武栋书院 占地面积极大 里面的弟子人数极多 但同时 这里 却是非常的安静 甚至听不到任何吵闹之声 本章完 第1810章 武栋书院 武栋书院的弟子 穿着颜色不一 但全部都是纯色 要么全白 要么全黑 要么全紫 他们非常崇尚纯色 时不时有弟子 在书院中行走匆匆 但都是颠着脚尖 尽量不发出任何响动 这里面唯一的动静 便是某些殿语中 时不时传来的 朗莽读书之声 武栋书院的最东边 乃是一座高崖 高崖之上 书写着三个大字 蒋武殿 悬崖下面 则是绵延足足上万米的 一个巨大院落 这院落 便是武栋书院的蒋武殿 蒋武殿 乃是武栋书院的核心所在 顾名思义 不练武 不教武 不习武 只蒋武 屠龙三十七国俊杰榜 便是出自于蒋武殿之中 所以某种程度来说 蒋武殿几乎在外人看来 就等同于武栋书院 蒋武殿核心 有九座高塔 每座高塔高十层 都是美玉气成 华美无比 每层眼角之上 都挂有白铜风铃 有风徐来 风铃响动 清脆悦耳 叮咚有声 此时 外面太阳高照 一丝风也无 沉闷之急 在某座高塔第九层 也就是次高的那一层 四面窗户都敞开了 里面那是一间静室 静室之中 一个中年如生打扮的人 则是盘坐在书案后面 伏笔集书 在他在这一层 除了他所在的这小小位置之外 其他地方都是摆满了书架 书架之上 则是放满了各种点击卷轴 墨香四亿 正在这时 忽然外面风铃响动 有风徐来 然后一阵翅膀震动的声音响起 一只大约只有八掌大小的青色小鸟 从窗口之中飞了进来 这青色小鸟 虽然体型小 但神菌非常 青色之中 带着金色的纹路 那一双鸟嘴 闪烁着金色光芒 似乎能够连金属 都给活生生地啄破 中年纹士一见它 脸上立刻露出一抹喜色 小青 你竟是回来了 那青金色相见的鸟 似乎也非常欢喜 兴奋地鸣叫了几声 这中年如生赶紧说道 青儿 青儿 可别乱叫 若是吵到了大师 可是要受责骂的 一听大师两个字 似乎连这青金色相见的鸟 都非常畏惧 赶紧住了口 他停在这中年如生的肩膀上 非常轻密地 在他身上蹭了蹭 中年如生微笑说道 让我看看 你又带来了什么好消息 然后从他的肚子下面 拿出来一个小小竹筒 一半黑色 一半青黑色 这中年如生顿时挑了挑眉头 说道 黑色代表秦国 青黑色代表的乃是楚国 这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是发生在两国交界处的事情 原来 武栋书院在屠龙三十七国各地 都遍布眼线 有什么消息 眼神立刻会传信 第一时间让武栋书院知道 好让他们及时做出反应 他饶有兴趣地将竹筒捏碎 从里面取出来一个小小的纸卷 打开的时候 他还是满脸漫不经心的神色 但是当他看到纸卷上面的内容 脸上却是立刻露出震惊之色 什么 怎么可能 他都觉得自己看错了 然后赶紧将纸卷上面的字 又一字不落地重新看了一遍 如此看了整整三遍之后 他终于确信自己没有看错 而他也不会怀疑 这纸卷的真实性 他脸上满满的都是无法掩饰的巨大震惊 甚至手都抖动了起来 这可是极为罕见的情况 他口中喃喃说道 不可思议 这太不可思议了 一个连二十岁都不到的少年 竟然接连击杀了两位五星五王强者 老天爷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才啊 他立刻意识到 这封信的巨大价值 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便是登登登上了十层 也就是最高的那一层 他呼吸急促 满脸激动之色 直到快踏上十层那最后几集 台阶的时候 才深深地吸了口气 将那股剧烈的喘息平复了一下 而后缓缓敲响了面前的木门 大师 有一个颇为要紧的消息 还需要您过目一下 片刻之后 里面传来一个温和清亮的声音 进来吧 这名中年如生 缓缓推门进去 第十层面积极为扩大 但是却极为的空旷 只在中间有着一个蒲团 除此之外 再无他物 蒲团之上 一名老者正盘息而坐 此时目光淡然地看着他 这老者 脸色却是极为的难看 一张脸如同枯树皮般皱皱巴巴 而且脸上一半焦黄 一半白金 在他的脸上不断蒸腾 不断游走 甚至不断地较量 甚至在往下看 他的左半边身体 乃是焦黄色 右半边身体 则是白金色 分别充值着 强烈无比的 土灵之气和精灵之气 而这两股力量 显然是在疯狂地争斗着 他的左边 散发出雄浑无比的土意 让人感觉 如在漫天风沙中 呼吸困难 右边则是锐利无比 让人感觉 身体都要被无数利刃千刀万剐 只是在他面前站了一个瞬间 中年如生就被那忽然火热 忽然冰冷的感觉 给折磨得几乎要吐血 此时他心中也是不由地 对着老者佩服之极 吕大师也当真是毅力 坚定无比 被这两股古怪的力量 折磨了整整三十年 竟然还能支撑下来 若是我的话 只怕早就疯了吧 老者沉声问道 有什么事 中年如生赶紧说道 回吕大师 从秦国楚国交界之处 有消息传来 哦 有消息传来 吕大师目光一宁 忽然沉声问道 可是跟那尘封有关的 中年如世 心中涌起一股敬佩之意 说道 大师当真是神机妙算 确实跟那尘封有关 快说说 吕大师脸上 竟是露出一抹急切之色 中年如世 看了嘖嘖称奇 吕大师素来镇定 很少会流露出这种神色 不过想想也是 陈锋这种天才 无论再怎么重视 都不为过 他赶紧说道 就在昨天 陈锋斩杀了 楚国大元帅常永家 然后一路追杀百万储君 来到铁沙关 一刀破碎铁沙关 同时 六大封军排名第三的 紫延封军雄成后 前去为自己弟弟报仇 在铁沙关那里截住了陈锋 结果两人一番大战之后 陈锋也将其斩杀 本章完 第1811章 屠龙三十七国第一天才 听完这一番话之后 吕大师脸上 没有露出任何惊诧之色 反而是拍着掌哈哈大笑 陈锋 我没看错你 我果然没看错你 他忽然站起身来 在这塔中走来走去 脸上都是 难以按捺的激动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这陈锋绝对不是一般的天才 一个月之前 我力排众议 将他排在十大公子之榜首 当初还有人不服气 说一下子 给他拔声太高 哈哈 我现在倒要看看 那些人还有什么好说的 中年如是微笑说道 大师 真是料事如神 当初还有很多人反对 但现在绝对都没有任何人反对了 陈锋二十岁不到 就已经有如此成就 可以称为是屠龙三十七国第一天才 没错 吕大师傲然说道 我看中的人才 又怎么会有错 从他当初崛起于青州的时候 我就在关注他 现在果然如我所料的 没有任何错处 他脸上流露出浓浓的自信 中年文士问道 大师 咱们两个月之后的排行榜 将他排在六大风君第几 吕大师想了想说道 第一 将他排在六大风君第一 俊杰榜第一 告诉屠龙三十七国 陈锋就是屠龙三十七国第一俊杰 第一天才 什么 将他排在第一 中年如是听了 顿时震惊 脸上流露出不敢置信之色 这 这 他的实力 应该还达不到吧 他的实力是达不到 但是很快就能达到了 吕大师微笑说道 中年如是还是有些犹豫 道 陈锋还不到二十岁 若是将他排到第一的话 那么会不会太树大招风了 会不会引起其他人的记恨 这对陈锋 未必是件好事 吕大师微笑说道 我就是要这个效果 我就是让人不服气 我就是要让他们记恨陈锋 我就是要让他们对陈锋展开挑战 陈锋是什么人 他就是一把最锋利的刀 一把刚出翘的剑 他的声音越来越是激动 双手挥舞着 大声说道 陈锋这把刀 就是需要那些人的淬炼 陈锋此人 你压他压得越狠 他便弹起得越高 我就盼着这些人前去压陈锋 前去挑战陈锋 而陈锋定会将他们尽数斩杀 只有这样 才能让陈锋 以极快的速度登顶巅峰 好 中年如是点点头 没有再提出任何疑问 他也是被这番话说得热血沸腾 而后 吕大师又是私存片刻 断然说道 不要等两个月之后了 明天 明天就将俊杰榜发下去 什么 明天就发下去 中年如是顿时瞪大了眼睛 这一次 他是真的被震到了 因为俊杰榜持续几千年之久 从来就是三个月一次 没有因为任何一个人而更改过时间 吕大师说道 为陈锋更改时间 值得 吕大师又吩咐说道 告诉所有人 给我好好盯着陈锋 陈锋锋的一举一动 都要上报室 中年如是恭敬地答应下来 但他心中还是有些疑惑的 因为一般来说 武动书院会专门盯着这些少年强者 但是只是 简要紧地盯着 只是盯着他们的战绩 他们的实力 而现在 吕大师的意思 竟然是要盯着陈锋的所有动向 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忽然 他心中一动 想起一个极为让他毛骨悚然的可能 为何吕大师如此急切地想要让陈锋成为第一人 因为只有成为第一人的人 才有资格从这屠龙三十七国之中 被领选出来 前往 吕大师似乎是猜到了他的想法 看着他淡淡说道 有些话 自己心里清楚就可以了 若是说出来 对你没什么好处 神色淡然透着一股冷漠 中年如生心中一颤 赶紧点点头说道 是 大师 我下去做事了 吕大师满意地点点头 去吧 几乎是片刻的时间 吕大师决定 明日就要重新张贴新一期俊杰榜的消息 就传遍了整个蒋舞殿 片刻之后 蒋舞殿中除了这座高塔之外 另外那八座略低一点的高塔之上 八道流光瞬间闪过 来到这里 而后 从这一层中 便是传来一阵剧烈的争吵之声 但最终 争吵之声在几个时辰之后消失了 吕大师缓缓站在窗口上 看着那化作流光消失的另外几人 嘴角露出一抹不屑的微笑 一群鼠目寸光之辈 在这屠龙三十七国这种穷乡僻壤 是不是待得太久了 眼界都变得如此局限 做事 都变得如此小心 如你们这般做事 咱们这个武栋书院屠龙别院 如何才能崛起 如何才能与其他那些天才不断涌现的分院 相提并问 这块土地太平洁了 天才太少了 再没什么成绩的话 到最后 咱们这些人 说不定直接就会被武栋书院抛弃 若是他这番话 被屠龙三十七国中 任何一个见多识广之辈听到的话 一定都会震惊至极 因为这里面蕴含的信息量 实在是太过庞大了 武阳城 城首府前 广场之上 八字墙下 今日并没有多少闲人 在这八字墙下聚集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武栋书院的俊杰榜 三个月才更换一次 今天并非是时间 这里不远处 就是武阳城最大的一条街道 人来人往 摩肩接踵 忽然 人群之中有人发出惊叉的喊叫 你们看 那是什么 然后 众人便是看到 一对武栋书院牙役 首提一金一银两张排行榜 来到这八字墙下 人群之中 顿时响起一片嗡嗡议论之声 这是什么情况 不是一个月之前 刚刚张贴了排行榜吗 为何今日又要张贴 对啊 我记得排行榜 可是三个月张贴一次啊 武栋书院 这是搞什么鬼 众人都是诧异非常 此时 他们还不知道 尘封里下人的分工伪计 众人议论纷纷 都是止住脚步 向着八字墙那边快速走去 转眼之间 在八字墙下 便是聚集了数万百姓 本章完 第1812章 秦国震惊 天下震惊 他们都是仰着头 看着那些武栋书院的衙役们 其中一个代班的衙役 从中走出来 一手持金榜 一手持银榜 而后凌空跃起 将那金榜银榜 张贴齐上 刷的一下 展露无遗 秦国这些百姓目光 自然而然的 都投向十大公子榜 因为上一次排行榜 陈锋登顶十大公子 让所有人震惊之余 都是有着浓烈的自豪感 陈锋这位如同流星一般 崛起的天才高手 可是咱们秦国人 他们都是非常以陈锋自豪 但是 当他们将目光 投向十大公子榜榜首的时候 却是骇然发现 陈锋的名字 竟然已经消失不见了 不可能吧 怎么陈锋的名字 会消失不见了呢 有人发出惊呼 而另外一人 则是将十大公子的榜单 看了一遍 说道 整个十大公子榜上 都没有陈锋的名字 难道说 他和旁边的伙伴 两人对视一眼 心动都是生起一个 可怕的念头 没有出现在排行榜之上 说明他不是被其他人 给击败了 而是有可能直接 嗨 不用猜了 陈锋肯定是死了 这时候 忽然一个充满的细血 而又非常油滑的声音 在旁边响起 这声音里面 充满了一股幸灾乐祸之意 众人循着声音看去 只见说话的 乃是一个三十来岁的黑衣汉子 他满脸都是幸灾乐祸之意 得意洋洋说道 这还用得着说吗 十大公子榜里面没有他 他总不可能是 六大风君吧 既然这样 那肯定就是被人给杀了 看到众人都看向他 他更是来劲 哈哈笑道 我当初就说 这陈锋 乃是幸尽之辈 崛起太快 毫无底蕴 太过狂妄 得罪的人实在太多了 他被杀死一点都不例外 这就是活该 说着 还呸的一声 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 对陈锋一副极为不屑的样子 而在他旁边 有个二十来岁 张头鼠目的汉子 也是附和地说道 刘哥 我听说那陈锋 可是一个人去迎击储君了 据说在楚国和秦国边境 很是杀了不少人呢 怎么就这么突然死了呢 那被称为刘哥的汉子 不屑说道 就是太狂妄了 狂得没边了 他以为自己是谁啊 就他这样的实力 还想去迎击储君 他能杀掉几百几千储君 他能杀掉几万几十万吗 不用说 肯定是在那边 被楚国高手给杀了 两人对视一眼 都是发出得意笑声 这陈锋就是活该 原来 他们两个曾经都是列家的下人 列家现在你已经消失 他们两个也是跟着落魄了 很是狼狈 所以内心 被陈锋非常的记恨 听他们这般说 周围人脸上 都是露出愤怒之意 一个不过十二三岁 还扎着幼童发际的小姑娘 脆声声说道 你们两个好生不要脸 储君入侵咱们秦国 陈锋以一己之力 前去击杀储君 这是何等的大英雄大豪减 你们竟然在背后如此诋毁他 对啊 你们这两人 实在是无耻 周围人纷纷声讨 而这两个人 却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表情 你们再说 又能如何 陈锋能活过来吗 还不是已经死了 他们越来越得意 但就在这时 忽然那名领头的牙医冷冷喝道 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看 说着 他的手指向了六大风军榜 众人目光赶紧向六大风军榜看去 然后下一刻 广场上便是被一阵巨大的惊呼声所包围 这巨大的惊呼声 汇聚成声浪 吵得人耳朵里面都是嗡嗡作响 所有人脸上 都是露出震惊到了极点 不敢置信到了极致的表情 什么 怎么可能 这陈锋 竟然登顶六大风军榜之榜首 这也就意味着 陈锋现在乃是六大风军第一人 乃是俊杰榜第一人 乃是屠龙三十七国第一年轻俊杰 众人 都感觉自己简直要疯了 怎么可能 陈锋在一个月之前还是十大公子榜首 现在怎么就成为了六大风军第一人了 所有人目光都是看向刚才那两个出言嘲讽陈锋的人 那两人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尴尬无比 就像是被狠狠抽了十几个耳光 他们刚刚诋毁陈锋 说陈锋已经死了 但转眼间却发现 陈锋不但没死 更是成为了六大风军之首 而最开始说话出言嘲讽成风的那个汉子 不服气地吼叫道 凭什么 凭什么他成为六大风军第一人 凭什么 那领头的牙翼冷笑说道 就凭着他 四刀就斩杀了五星五王 楚国大元帅常永家 就凭他一个人 一刀就斩碎了高达上千里的楚国雄关铁杀关 就凭他击杀了五星五王中期的楚国雄家家主 雄成后 凭这些 你觉得够不够啊 说着 他那冷电一般的目光投向这两个人 他每说一句 下面便是爆发出一阵巨大欢呼 当他说完这三句之后 已经是一片欢呼声腾起 所有人都在为尘风欢呼 这两个之前诋毁尘风之人 脸色惨白 转身想要离开 就在这时 那五栋书院的牙翼忽然一声冷笑 一掌拍出 将他两人直接击杀 他高声喝道 胆敢诋毁如此大英雄 找死 那名领头的五栋书院牙翼 看向众人 微笑说道 五栋书院之中有高层专门传输下来 讲得很清楚 这一次之所以提前两个月 张贴俊杰榜 就是为了尘风 因为尘风 乃是不折不扣的屠龙三十七国第一俊杰 第一年轻天才 这 乃是五栋书院承认的 听闻此言 下面围观的这数万秦国百姓 更是哗然 满脸震惊 但是更多的 却还是激动于喜悦 忽然 人群之中不知道是谁高声喊道 尘风 第一 尘风 第一 转眼之间 所有百姓都是开始发出巨大的欢呼 尘风 第一 尘风 第一 这声音会成巨大无比的声浪 传遍武阳城 他们满脸喜悦 鱼有荣焰 不光是在秦国 今日在楚国 在燕国 在赵国 在屠龙三十七国所有的国家之中 五栋书院在同一天张贴了排行榜 这还是五栋书院数千年来 第一次因为某个人而更改张贴排行榜的时间 光这一点 就足以引起所有人的震惊 而尘风历史的功绩 更是让所有人都震惊到了诗上 这一日 秦国震惊 天下震惊 本章完 第1813章 暴怒 也就是 在这个排行榜张贴的同一天 尘风回到了武阳城之中 说起来也是巧 今日 正是尘风的二十岁生日 韩月儿看向尘风 微笑说道 尘风 今天可是你二十岁生日 二十若惯 这乃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成人礼 咱们是去哪呀 要不要回龙神侯 请师父 为你大操大办一番 尘风思寸片刻 缓缓摇头 微笑说道 救不了 不用如此麻烦 有那么多人来 又岂是你我所愿 我十七岁生日的时候 是在前缘宗里陪我过的 十八岁生日 十九岁生日的时候 身边则是一个人都没有 今日你重回我身边 有你在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忽然 尘风想了想 心中一动 笑音音说道 师姐 正好 今天我带你 去见几位朋友 那几位朋友 你上次可是见过的 韩月儿顿时一愣 然后恍然说道 可是在列家之时 为你挺身而出的那几位吗 尘风点头 没错 正是他们 自从上一次分别之后 还没有过去感谢他们 当然 我们的情谊 无需说出这个谢字 不过上门总是要的 今日正好与他们 一起过我二十岁的生日 韩月儿笑着点头 好呀 那几位都是有情有义之辈 和他们在一起 也舒服得多 然后 尘风没有直接进入五阳城 而是折去了城南的楼外楼 去那里买了许多精美菜肴 才提着那小小的红七石盒 踏入五阳城 他进城的地方乃是南门 直接就去了 住见红炉所在的地方 根本没有 去到皇宫前面的城中心位置 所以 他也不知道 五栋书院张贴了排行榜的事情 尘风很快就来到了 住见红炉附近 但是当他来到这附近的时候 却是忽然脸色一变 因为尘风听到 住见红炉的方向 传来阵阵喊杀之声 还有人重伤兵死之前的 凄厉叫声 以及兵器撞击的声音 而尘风 也是从这声音之中分辨出来 其中有自己熟悉的 寻征他们的声音 尘风立刻身形一闪 刷的一下 化作一道紫电 便是直接来到 住见红炉的外围 来到这儿之后 尘风立刻瞳孔一缩 目光之中露出一抹冰冷之意 原来 此时 住见红炉之中 正发生着一场大战 足足有数千名皇家侍卫 将这里围得水泄不通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 而在包围圈之中 几十名身穿金色铠甲 实力强大的皇家侍卫 以及几位皇家侍卫 副统领级别的高手 则是在场中围杀四人 被围杀的那四人 尘风非常熟悉 正是寻征他们四个 在旁边 则是有两个人 在大群侍卫簇拥之下 郑神太悠闲着 看着场中 占据着两个人 其中一个 尘风认识 赫然正是大统领 而另外一人 则是一名身穿黑色袍服 袍服之上 绣着四爪金龙的年轻人 他满脸傲然霸气 显然身份不凡 此时 寻征等四人情况 已经非常不妙 四个基本上都已经浑身欲血 身负多处轻伤 但还好 伤势并没有演变为重伤 他们四人 被几十名最低都是一星武王的高手围攻 显向还生 忽然 一名寻征对面的对手 一个高大的皇家侍卫副统领 挥舞着双拳 向寻征攻击而去 声势猛恶无比 寻征眼中忌惮之色一闪而过 手中长刀 狠狠向前劈出 打算将他这两招全部劈碎 但是 却没想到 这皇家侍卫 副统领 竟然是一招虚招 全是被寻征轻松斩碎 然后寻征用力过猛 立足不稳 在惯性带动之下 亮亮呛呛 向前迈进了两步 那皇家侍卫 副统领 发出一声音冷的嘀吼 你落入陷阱之中了 说着 他双腿接连踢出 踢向玄征的胸腹之处 他的双腿搅动 如同蛟龙一般的一股巨大气劲 狠狠地击中了寻征的胸膛 这 才是他真正的杀招 这一招强横无比 寻征直接被打得一口鲜血喷出 而接着 他便是落入这皇家侍卫副统领 和几十名皇家侍卫高手的包围圈里面 将他围在其中 拼命攻击 一瞬间 寻征就显向还生 直接进入重伤 冰死之境 而更加恶劣的 则是 他被围攻 代表着他们四人 本来背靠背形成的那防御圈 立刻破碎 再也无法互相照应 转眼间 另外那三人 也都是落入各自为战的境地 被打得凄惨无比 四人一瞬间 全部身受重伤 看到这一幕 大统领和那黑袍青年脸上 都是露出一抹笑意 大统领向着黑袍青年 满脸恭维说道 恭喜大皇子殿下 这一次 您揪出来四名奸细 那可是立下了大功 原来 这黑袍青年 竟然乃是大皇子 他满脸都是傲然之色 哈哈笑道 这些奸细 自以为藏得深 殊不知 他们又怎能逃出 我的视线 不止三个月 一朝功成 今日 父皇定会对我另眼相看 大统领恭敬说道 那是自然 眼看着寻征四人即将被杀 忽然这时候 一声爆吼传来 住手 住手 这一声住手 不单单是单纯的喊叫而已 里面更是蕴含着莫大的威势 极强的气势 数名皇家侍卫 竟是直接被这一声大喝 震得狂喷鲜血 重重地摔倒在地 众人目光之中 都是露出一抹震惊之色 这是什么样的实力 一声怒吼而已 竟然就有如此威势 他们都是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然后便看到 一名轻衣少年 手持巨大黑色利刃 向着这边缓缓走来 看到此人 大统领眼中 立刻露出一抹极度的恨意 陈锋 竟然是你 他咬着牙盯着陈锋 满脸都是怨毒 若不是陈锋 他也不会落得这般境地 而那些皇家侍卫 也都是发出一阵惊呼 竟然是陈锋 大皇子也回过头来 看向陈锋 目光之中露出一抹审视之色 俯视着他 缓声说道 原来你就是陈锋 陈锋淡淡说道 没错 就是我 本章完 第1814章 他们 是我兄弟 而看到陈锋的出现 寻征四人脸上都是露出狂喜 陈锋 你竟然来了 但是狂喜过后 寻征忽然脸色一变 大声说道 陈锋 赶紧走 这是我们的事情 你不要牵扯进来 陈锋目光一缩 有些搞不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此时 大皇子却是满脸得意 哈哈笑道 果然 陈锋 我猜得没错 你竟然和这些楚国奸细有勾结 若不是看在你背后靠山的份上 我现在就命人将你拿下 现在 趁我心情好 你赶紧滚 不要再在这里出现 不然我直接废了 他盯着陈锋 满脸傲然地说道 他的语气 如同命令一般 根本本没有将陈锋放在眼里 陈锋听了 顿时目光一缩 什么 楚国奸细 他盯着 寻征四人 满脸不敢置信地大声问道 你们四个 是楚国的奸细 陈锋此时心中真是惊到了极点 怒到了极点 他的好朋友 他引以为兄弟弟的人 竟然是楚国的奸细 寻征四人 在陈锋的目光之下 脸上都是露出一抹灿然之色 低下头去 尤其是老七 他眼睛盯着脚尖 身子一个劲地往寻征身后躲 似乎都不敢 让陈锋看到自己 显然 他们四个的态度 便是默认了 陈锋此时 伤心到了极点 他的脸色瞬间涨得通红 眼圈也有点红了 他对楚国恨到了极致 他刚刚斩杀了楚国大元帅 斩杀了那么多储君 而现在他却得知 他的兄弟乃是楚国的奸细 这一事件 让陈锋心里根本无法承受 有一种心理崩溃的感觉 大统领得意地笑道 陈锋 我没骗你吧 他们就是楚国奸细 而大皇子眼中 则是露出恶毒之色 陈锋 他们是楚国奸细 而你跟他们交往如此深 我怀疑 你也是楚国奸细 他此时 尽情地污蔑的陈锋 陈锋 却是理都没有理他 因为此时陈锋 心乱如麻 根本不知道如何办才好 而大皇子看到这一幕 更加得意 他以为陈锋 是不敢得罪他 便更是冷嘲热讽 在旁边羞辱陈锋 就在陈锋 心乱如麻之时 大统领冷冷喝道 杀 将这四个奸细 尽数斩杀 不留活口 是 那些皇家侍卫 纷纷涌上前去 再次开始了围杀 而由于陈锋的出现 寻征四人心中 感觉很对不起他 他们反击的力道 竟然也比之前差了许多 转眼间更添几分伤势 甚至老七那边都撑不住了 他直接被一名皇家侍卫 一脚踏碎了膝盖 身子重重地跪在地上 而他咬着牙 愣是一声惨叫都没有发出来 满脸都是刚义不屈之色 那名皇家侍卫 满脸猙獰说道 你这个小贱人 竟然还敢在这里装样子 那待会儿 就让你尝尝爷们儿的手段 说着 发出一阵吟笑之声 那些皇家侍卫脸上 也都是露出银邪之色 目光在他的身上 尽情地寻游着 老七又被击中两拳 摔倒在地 再无还手之力 一名皇家侍卫一伸手 将他抓在怀里 伸手便是朝着他的脸蛋摸去 吟声笑道 小娘妈儿 今天就让你尝尝我们的厉害 刚才敢杀我们那么多兄弟 我们今天 要将你活活蹂躏至死 为他们几个报仇 一堆人 几十双爪子 都向着他抓过去 而这个时候 老七看向尘锋 目光之中满满的都是眷恋 但是 他失望无比 因为尘锋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老七眼中的眷恋 瞬间就变成了身到极致的绝望 他闭上眼睛 等待着 那羞辱与死亡 但是 就在这些人的爪子 快要接触到他身体的时候 忽然 一声爆吼传来 都给我住手 这些人顿时都是心中一颤 感觉到 一股莫大威严传来 再也不敢向前伸手 都是停住了 目光转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说话之人 正是尘锋 而听闻此言 为啥寻征等三人的皇家侍卫 也都是住了手 看着尘锋 老七眼中 瞬间爆射出神采 你这是什么意思 大皇子看着尘锋 不耐烦地说道 尘锋看着他 单单说道 他们四个人的命 你不能拿走 什么 你说什么 大皇子 一副不敢置信的表情 忽然 他脸上露出暴怒之色 大步走到尘锋面前 伸手指着他 唾沫星子几乎都要碰到尘锋脸上 一脸不屑 尘锋说道 还有完没完了 你别以为你身后有靠山 就可以肆无忌惮 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赢家的人都走了那么久了 我就不信 他会因为你而回来 你若今天再敢多说一句话 我立刻就在这里将你斩杀 他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如同赶走一只苍蝇一般 滚 赶紧滚 尘锋冷冷说道 我若是不滚 那又如何 你若不滚 大皇子脸上露出一抹冰冷笑容说道 你真想多管闲事是吗 真想逼我杀了你是吗 这里无论是大统领还是我 都是五星五王高手 我们两个都可以像是碾死一只蚂蚁一样 将你击杀 大统领也是走到大皇子旁边 握了握拳头 冰冷说道 尘锋 别自寻死路 尘锋微微一笑 笑意之中充满了无尽傲然 今日这事 我还偏偏管定了 大统领和大皇子 都是满脸暴怒 老七看着尘锋 七婉一笑 忽然轻声说道 尘锋 有你这句话 我此生足矣 我们这朋友没有白当 寻征也是大声笑道 尘锋 知道你的心意 我们就知足了 我们最怕的不是死 而是怕你不原谅我们 你肯为我们拼命 肯为我们出头 我们就心满意足 尘锋 不要再说了 让他们将我们杀了 不要再将你席卷其中 你不是他们对手的 其他几人分分期说着 显然 他们都是认为 尘锋并非是大统领 和大皇子的对手 尘锋看着他们 一字一句说道 我不知道 你们是不是楚国奸细 我只知道 你们是我尘锋的兄弟 本章完 第1815章 不忍了 我只知道 在我最无助 没有任何人帮我的时候 你们四个挺身而出 用性命保护住了 既然这样 我今日 也要用性命保护住你们 尘锋忽然微微笑道 今天可是我20岁生日 我还想你们与我一起过生日呢 你们又怎么能死在这里 楼外楼的好酒好菜 我都已经备好 你们可不能出什么岔子 尘锋 你真是太不自量力了 就算你想拼命 你以为有你有这样的资格吗 大皇子手指着尘锋 傲慢说道 尘锋微微一笑 忽然神色变得冷立起来 看着大皇子说道 我是不是自寻死路我不知道 但是你若再敢这么指着我 我一定废了你 他觉得自己理亏 他知道 今天自己不站立 所以他之前忍了 但大皇子敢伸手指着他 如此羞辱 尘锋忍不了 什么 你废了我 大皇子脸上露出一抹不屑之意 尘锋 我的耐性是有限的 你再多说一句 我真的就要在这里 将你斩杀了 尘锋深深吸了口气 他心中已经是杀意凛然 这大皇子竟然敢指着他 尘锋单凭这一条 就要将其斩杀 但是 尘锋将火器压住 他知道自己不站立 他忍了 这是他今天 第三次忍了 第一次是大皇子侮辱他是楚国奸细 第二次是刚才大皇子直接让他滚 他缓声说道 大皇子 我刚刚在外面杀了不少秦国的敌人 我今日不想再杀咱们秦国自己人 你们现在赶紧走 趁我没有改变主意 哈哈哈哈 我好怕呀 大皇子脸上露出极度不屑之色 大声嘲笑道 我快怕死了 说着 他还装模作样地打了一个哆嗦 显然他就是在讽刺尘锋 陈锋盯着他 没有说话 目光冰冷 大皇子满脸嘲讽说道 我看你不是不想杀 而是根本杀不了吧 就你这点狗屁实力 还想杀了我 大统领在旁边说道 没错 你别在这里装模作样了 我们都知道 你去秦楚边境了 好像也杀了一些储君 多少人来着 他装模作样地想了一下 哦 杀了有几十人吧 还是几百人 杀的是不是储君里面最弱的那些啊 哈哈 换谁去 都能做到这一点 你以为你是谁 原来 他们在这里 还根本不知道陈锋的攻击 大皇子傲然说道 斩杀了 这四名楚国奸细之后 我就会领兵出征 到时候 楚国的几百万大军 绝对会被我打退 只要是我不碰到他们的大元帅 就没有人会是我的对手 没错 大皇子说的对 咱们年轻一辈之中 能够与那大元帅匹敌 在大元帅手下走过十招的 只怕只有大皇子宁了 大皇子是谁 又岂是这个贱民所能够比拟的 大皇子杀他 简直就是如同 碾死一只臭虫一般轻松 那些皇家侍卫 纷纷恭维说道 大皇子更是得意看着陈锋 冷冷说道 陈锋 听到没有 还不赶紧滚 陈锋冷冷说道 不要逼我动手 他已经是忍到极致了 我就是要逼你动手 大皇子盯着他 一副狂到极点的样子 你动手 有本事你动手啊 你敢吗 陈锋深深吸了口气 将自己的火压了下去 这是他今日第四次忍了 大皇子哈哈狂笑 我就知道 你这个废物 没胆子动手 他忽然神色一冷 吼道 还不滚事吗 看来 你是非要逼我动手了 好 那我今日就将你斩杀 说着 他大声喝道 杀 那些皇家侍卫纷纷喝道 杀 向着陈锋围杀而去 陈锋深深吸了口气 目光之中 已经是一片冷意 他今日被羞辱了很多次 但陈锋都忍了 因为他觉得自己不占领 而现在 陈锋不打算忍下去了 而就在这时忽然 一声大喝传来 助手 都助手 但是 这句话说出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那些侍卫 已经向陈锋杀了过去 而陈锋 仰天大笑 忽然身形一闪 转眼之间 轰出几十拳 那几十名皇家侍卫 竟是尽数被陈锋击杀 然后陈锋身形 急速向着大统领 和大皇子冲去 大统领一声抱吼 找死 向陈锋打出至强一拳 有着五星五王的强大威力 他眼中露出残忍之色 似乎看到陈锋 被人一拳轰杀的那一幕 但是 让他震惊无比的一幕出现了 他与陈锋这一拳相交之后 轰然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之中 陈锋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而他 则是狂喷鲜血 口中发出七粒惨叫 被打飞出去足足上千米 重重地落在地上 将地面砸出一个大坑 他那仅存的左臂 直接被砸碎 而甚至他的半个身体 骨头都是被尽数震碎 他不敢置信地大声吼道 怎么可能 你实力怎么可能会如此强 我可是五星五王 就在一个月之前 我还可以轻松将你压制 将你打得惨不忍睹 陈锋冷冷一笑 可惜 现在是我将你打得惨不忍睹 然后 他目光投向了大皇子 冷冷说道 好了 大皇子 现在咱们两个可以一战了 刚才你不是说 轻松就能将我碾死吗 现在 来啊 大皇子看着这一幕 已经完全傻了 他看着陈锋的目光之中 已经是充满了金句之色 刚才的狂妄全都消失了 此时他心中极为害怕 陈锋的强大 超出了他的想象 他不断后退 口中喃喃道 误会 陈锋 都是误会 误会 陈锋一声冷笑 我可不觉得 这是误会 一头飞行妖兽 向着这边狂掠而来 瞬间在这里停住 那飞行妖兽上面下来一个人 竟是做太监打扮 他看了陈锋一眼 目光之中满满的都是金句 然后富尔在大皇子耳边 低声说了一番 什么 大皇子听他说完之后 脸上露出不敢置信的神色 看向陈锋的目光 更是惊恐无比 本章完 第1816章 一条狗而已 原来那太监向他说的 便是今日贴榜的时候 武栋书院的领头衙役 说的那番话 下一刻 这一抹金句 就变成了羞脑 他感觉自己脸上火辣辣的 刚才他还那般鄙夷陈锋 那般不屑 殊不知 陈锋比他想象的 还要强大无数倍 刚才他说 只要不遇到大元帅长永家 他就可以纵横秦楚边境 结果却没想到 连大元帅长永家 都死在陈锋手中 刚才他刚说要 带兵去讨伐储君 却殊不知 储君几百万大军 已经被陈锋一人击退 他感觉自己 像是被扇了十几个耳光一样 很疼 陈锋看着他 嘴角露出一抹微笑 淡淡说道 大皇子 刚才我早就跟你说了 我杀了太多储君 我不想再杀自己人了 我也早就跟你说了 不要逼我动手 是你一直在逼我的 大皇子狠狠地 盯了陈锋一眼 忽然一转身 大声说道 走 咱们走 他竟然就这么想一走了之 陈锋神色冰冷 他站在原地没动 只是缓缓吐出一个字 我让你走了吗 陈锋都没有动 但就是这一句话 就让所有人的身形 都顿了下来 大皇子回过身来 盯着陈锋 冷冷说道 你还想怎么样 还想怎么样 陈锋目光之中 杀意凛然 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说道 看来 你还是没有意识到 我实力到底有多强大 我今天 就在这里放话了 如果没有我同意 你再敢往前走一步 信不信我直接在这里杀了你 你杀了我 大皇子说道 你不敢的 我可是大皇子 我可是大秦帝国的皇子 陈锋冷笑道 大秦帝国的皇子是吗 五皇子好像也是 我还不是照样杀了 而且 那个时候的我们没有现在的实力 大皇子身体颤抖起来 但他终归是 不敢再踏出那一步 陈锋淡淡说道 你追杀楚国奸血 这是你大秦皇子的本分 我不与你计较 但是你刚才那么说我 尤其是你三番两次指着我鼻子那么说 这可不是我陈锋能够忍得了的 你想怎么样 大皇子故作镇定 但声音已经颤抖起来 忽然 他想起陈锋的那狠辣手段 心中后悔无比 我怎么就瞎了眼 要去招惹陈锋呢 完了 这下完了 第一 刚才你污蔑我是楚国奸血 第二 你刚才不止一次说过 让我滚 第三 你刚才竟然敢指着我鼻子说话 第四 你刚才不止一次地鄙夷我 瞧不起我 出言嘲讽于我 陈锋微微一笑 这五条大罪 每一天都足以让我杀你 但我宽宏大量 只打你五拳就可以了 说着 陈锋向大皇子缓缓逼去 大皇子浑身颤抖 连连后退 不 求求你 饶了我 不要杀我 他满脸哀求 如一条狗 他很清楚 他连陈锋一招都接不下来 那名老太监 乃是皇宫之中的太监总管 也是地位颇高 实力很强之人 他看着陈锋 缓声说道 陈锋 还请给大秦皇室一个面子 给皇帝陛下一个面子 陈锋看着他 神色更冷 满脸厌恶 直到这个时候 这些人还在装枪做事 还在故作姿态 他冷冷说道 我就是不给这个面子 又能如何 你觉得 你们皇家 在我这里有面子 太监总管 不由神色一致 没想到陈锋 完全就不给情面 他赶紧将刚才的金池扔掉 低三下四 陪着笑脸说道 陈锋 他毕竟是大皇子呀 大皇子那又如何 就算是今日皇帝 亲自那般跟我说话 我陈锋 也要将这口气讨还过来 大皇子吼道 你到底想怎样 很简单 接我五权 不 我会死的 大皇子崩溃道 陈锋笑道 换个条件也可以 刚才你用哪只手指的我 就把那条胳膊废掉 然后跪在地上 磕十个响头 我就饶了你 什么 大皇子脸上露出浓浓的羞辱之意 你 我 你做梦 我绝对不会这样做的 哦 你不会这样做事吗 陈锋微笑 你以为 还有得了你吗 你既然不这样 那我就替你做好了 说着 身形一闪 直接来到大皇子面前 一拳狠狠轰击而出 大皇子发出惊恐的吼叫 同样也是双拳轰击而出 两者撞在一起 陈锋 陈锋原地不动 大皇子两条手臂直接炸碎 而陈锋 直接拽着让的头发 将大皇子本来往后飞的身体给硬生生地拽了回来 然后双腿一踢 咔咔两声 直接将他双腿膝盖给踢碎 直接摁倒在地 大皇子发出凄厉无比的惨叫声 疼得他浑身抽搐 涕泪横流 甚至嚎啕大哭 陈锋摁着他的脑袋 碰碰碰碰 在地上磕了十个响头 他已经是满脸是血 脸上甚至都被地面给划烂了 陈锋微笑说道 让你自断手臂你不断 那么只好我来代劳 但是只要我代劳的话 那么可就不是刚才那么容易了 现在 你双臂双腿 都已被我废掉 这就是下场 这就是你敢指着我鼻子 用那种嚣张狂横的语气 对我说话的下场 陈锋神色冰冷 大皇子此时满脸怨毒地盯着陈锋 愤怒地咆哮道 我杀了你 我一定杀了你的 我还不服气是吗 陈锋微微一笑 我这人向来不喜留后患 既然这样 那我就今天杀了你好了 说着 他向大皇子缓缓走去 大皇子看到这一幕 都吓傻了 他没有想到 自己只是泄愤的几句话 竟然引来陈锋如此杀鸡 他趴在地上 向后不断抽搐 一边抽一边大声哭泣哀求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求求你 饶了我 此时的他 哪里还有刚才的狂傲 剩下的 只有哀求和卑微 陈锋哈哈大笑 什么狗屁大皇子 什么皇室威严 就是一条狗 一条摇尾起怜的狗 对对 我是狗 摇尾起怜的狗 大皇子痛哭求饶 本章完 第1817章 我一人 去灭一国 陈锋不屑地冷哼一声 又看向那名太监统领 太监统领没有任何多说 直接右手做到 将自己左臂切断 而后不管那狂喷的鲜血 将左臂递到陈锋面前 微笑说道 陈锋公子 这是给您的赔罪 刚才我冒犯了你 这是我最有应得 陈锋缓缓点头 没再说话 而这个时候 忽然 远处有爆裂的提声传来 大地都为之振战 轰隆轰隆 周围那些房屋 被推倒的声音 不绝于耳 转眼之间 这柱见红炉周围百里 竟然都是 变成了一片白地 而推倒房屋的 赫然乃是皇家禁军 这些皇家禁军 进阶身穿黑玄色铠甲 转眼间 百万禁军来到此地 将这里围得水泄不通 陈锋等人感觉如同做了一场梦一样 一阵恍惚 旁边本来都是密密麻麻的建筑 现在则只剩下密密麻麻的人 百万禁军 目光都是盯着陈锋等人 接着 禁军忽然让开 足足有上百人 在这人群之中缓缓走来 为首一人 头戴通天官 身穿五爪金龙黑色袍服 正是大秦皇帝陛下 而在他身后 足有百人 则都是各大世家家主 以及朝中文武百官 而其中 龙神侯赫然在炼 所有人都是目光复杂地看着陈锋 他们现在都已经知道 陈锋登顶俊杰榜榜首的消息 看着他的目光之中 充满了敬畏 唯有龙神侯 则是满脸欣慰 看到场中凄惨的大统领和大皇子 大秦皇帝眼中露出一抹冰冷沙鸡 但接着又隐去 他看着陈锋 缓缓说道 陈锋 我不管大皇子和大统领做过什么 我只知道 你身后四人 乃是楚国奸细 而你 是秦国子民 身受国恩 你包庇他们 你觉得说得过去吗 他现在也学乖了 知道一味地对陈锋耍横是没有任何用的 或者可以说 他不敢对陈锋耍横了 因此 他上来就用国家大义来压陈锋 陈锋早就想过这个问题 他淡淡说道 陛下 我与他们交情 乃是私交 而他们是楚国奸细 与秦国这是国仇 国仇私交 我不会混为一谈 那就好 大秦皇帝缓缓点头 那你就将他们四个交出来吧 不 陈锋断然说道 今天有我在 他们四个就死不了 大秦皇帝 目光变得越发冰冷 陈锋在所有人面前不给他面子 显然 陈锋根本没有将他这个皇帝放在眼里 而陈锋也确实是如此想的 他淡淡说道 今日 他们四人我要放走 但是 与楚国的国仇 不会断 改日 我会亲自征讨楚国 不将楚国灭亡 势不为人 我一人 去灭一国 听到此言 所有人都是哗然 但是 没有一个人敢提出质疑之声 因为 这就是陈锋那强大的实力 陈锋一人 可灭百万大军 他说 他能灭掉楚国 没有人会怀疑 而寻征四人 脸色瞬间都是白了一下 好 灭掉楚国是吧 有你这句话 朕就放心了 大秦皇帝陛下高声说道 等你凯旋之日 朕在宫中设宴 为你庆祝 说着 转身就走 干脆利索 没有丝毫犹豫 他很清楚 他奈何不得尘封 这个结局 已然是最好的结局 皇帝离开 闻五百官 各大世家家主也都离开 百万进军瞬间走了得干干净净净 大皇子也在那太监总管的搀扶之下 迅速离开了这里 转眼间 朱见红炉又恢复了平静 只剩下了陈锋和寻征四人 陈锋回过头来 看着他们 寻征张了张嘴 似乎想说什么 陈锋一摆手 说道 什么也别说 你们清楚 我也明白 今日是我生日 咱们喝酒吃菜 不聊其他 寻征脸上闪过一抹释然之色 似乎放下什么一般 哈哈大笑 好 今天咱们不谈其他 陈锋给他们四人医次疗伤 取出大量灵丹妙药 给他们服下 虽然不能立刻治愈 但是至少不会让伤势继续恶化 陈锋这里的药材 也所剩无几了 四人回到棚子里面 换洗一番 都换上干净衣裳 然后陈锋抱来一块大石 将韭菜放在棋上 六人围坐其中 陈锋向他们介绍说道 各位 这是韩月 我师姐 也是我未来的 陈锋说到这里 顿了一顿 而后坚定无比地说出那两个字 妻子 听闻此言 寻征等人都是恶然 然后寻征便是露出笑意 说道 恭喜 恭喜 另外几人也都纷纷恭喜 唯有老七 这一瞬间 他似乎蒙住了 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两人 眼眶瞬间红了 有眼泪从里面滚滚而出 忽然 他一转身 快步走到棚子里面去 寻征愣住了 而旁边 楚辞则是轻轻叹了口气 对于老七的心思 他最了解不过 那木认青年程阳甲 则是缓缓摇头 其实 陈锋对于老七的那点小心思 也早就已经有所察觉 所以他今日 才会如此决绝地说出 妻子这两个字 他就是为了断了老七的念想 这很残酷 但是却是不得不做的 他情债太多 已经不敢再招惹 在他看来 老七小儿女心思 一时心血来潮 已经很快就能平复的 韩月儿坐在尘峰旁边 温婉一笑 没有说一句话 寻征起身 我去看看他 结果他刚站起来 老七就从里面出来了 他眼角泪痕已经擦干 但眼睛依旧是通红的 他走过来 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忽然将手中东西 往陈锋面前移地 说道 陈锋 这是我恭喜你和韩姐姐的 陈锋接过那一个小小木盒 打开 却见里面是一把一尺长的短剑 打造得极为拙劣 歪七扭八 也就是大体有个剑的形状而已 其实说是铁条更合适一些 老七笑着说道 陈锋 这是我打造的第一把武器 送给你 你们可别嫌弃 陈锋心中一颤 仿佛能感受到其中的浓浓情意 他郑重说道 老七 这是我说过的最好的贺礼 我一定会珍藏着 本章完 第1818章 今日别过 恩断一绝 老七郑重点头 他似乎是恢复了正常 也是如往常一般嬉笑着 也是如往常一般霸道 不许别人吃他爱吃的东西 将他喜欢的饭菜 一股脑的都拨到自己面前 但是陈锋能明显感觉 老七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 强颜欢笑 几人不谈国事 只是捡一些有的没的说着 气氛很是轻松 只是这宴席 终归有吃完的时候 一个时辰之后 只剩残羹圣摇 背盘凌乱 寻征深深吸了口气 微笑说道 陈锋 我们是不是到了该分别的时候 陈锋淡淡道 我会亲自护送 你们四人到秦楚边境 他很不放心他们四个 生怕他们 四个一离开自己的视线 就会被杀 寻征四人默然点头 三日之后 秦楚边境 一片山林之中 寻征回过头来看向陈锋 深深吸了口气 抱拳说道 没有不散的宴席 陈锋 前面就是楚国边境了 咱们就此别过吧 陈锋点点头 他忽然问道 我一直没有说 但一直憋在我心里的一个问题就是 这一次 楚国七百万大军入扣秦国 是不是和你们有关 寻征四人表情都凝制了 许久之后 方才艰难地点了点头 陈锋眼中露出浓浓的悲伤 痛苦 他不知道该哭 还是该笑 两久之后 陈锋只是摆了摆手 缓缓说道 走吧 都走吧 来日再见之时 有可能就是战场之上 到时候 我不会留情 若你留情 其实是对我们最大的侮辱 寻征沉声说道 好 陈锋 陈锋 默然转身 大步离去 看都不看他们一眼 只是留下一句话 今日别过 恩断义绝 寻征四人 都是感觉眼眶一酸 有泪流下 而陈锋快步走出几十里之后 忽然身子一歪 重重地坐倒在旁边地上 捂着脸 尸声痛哭 他又何尝不痛苦 在屠龙三十七国之中 秦国位于三十七国的最南 再往南 就是无尽的南部蛮荒大森林 而屠龙三十七国的最北方 则是魏国 魏国再往北 就是一片广袤无比的冰雪荒原 据说在冰雪荒原的尽头 有着一个强大无比的国度 那个国度 甚至比屠龙三十七国加起来 还要强大无数北 魏国很冷 国内许多都是大片大片的白色荒原 而魏国帝都左安城 就建在这片白色荒原之上 魏国崇尚白色 左安城内 一切都是白色的 白色城墙 白色房屋 白色楼阁 甚至紫明的衣服 都是一片雪白之色 而此时 同一时间 武栋书院也在左安城中心之处的广场之上 张贴了最新一期的俊杰榜 也同样引起了左安城的一片哗然 此时 在榜下 那众多人中 有一个中年男子 看清楚了六大风军榜中排名第一的那个名字之后 顿时脸色巨变 他发出一声不敢置信的呼喊 怎么可能 怎么会是尘封登顶 公子 公子竟然被尘封给挤下来了 接着 他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出现在六大风军榜第二的位置之上 他摇着头说道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而其他人看向他的目光之中 不少人都是充满了安慰 显然 此人人员还相当不错 别多想 别为你家公子担心了 我相信 这绝对是暂时的 尘封不可能待那么久的 对 你家公子绝对会将他杀死 重新夺回第一的位置 没错 你家公子稳稳占据六大风军榜第一五年之久 又岂是尘封这个性境之辈可以比你的 而同样也有不少人脸上都是露出幸灾乐祸之意 哈哈 我看到是未必 一招被人踩下去 这辈子想翻身都难了 对啊 说不定只能当个千年老二呢 哈哈 再过五年 他可就年满四十岁了 到时候自动下榜 连千年老二都当不成 顿时 一片哄笑之声传来 许多人看着中年男子都是满脸的嘲讽 这名中年男子 钻井的拳头脸上露出愤怒之鱼 他知道自家公子 为人凌厉刚猛 如同出鞘利剑一般 锐利无匹 得罪了许多人 这时候 看他失事 有人落井下石 毫不奇怪 他深深吸了口气 推开人群 向着釜底方向快步走去 很快 他面前便是出现了一座白石高台 高达三千米 甚至直接刺破天边白云 这座高台 高度甚至已经超越了皇宫 乃是这左安城之中第一高度 如此做法 自然是极为的忌讳 容易引起皇帝的愤怒 但是 这座高台的主人 又怎么会怕 因为 他是魏国第一高手 因为 他行事素来凌厉刚猛 谁都不会畏惧 而魏国皇帝 也根本就不敢拿他怎么样 高台达三千米之高 这中年男子顺着台阶快速向前掠去 因为高台周围 谁人再不敢在这里飞行 敢于飞行者 都被一箭斩杀了 很快 他便来到高台之巅 高台形如一根筷子一般 下粗上戏 越往上面 便越是戏 到了最顶端 方圆只有数十米而已 但是 这数十米的小小空间中 却布置得极具匠星 白石铺地 溪水叮咚 四周种满了各色奇花异草 其间一点小小茅屋 掩映在里面 此时在这茅屋之中 一股股庞然气势不断传来 而中年男子赫然发现 这股气势非常的不稳定 实强实弱 实有实无 他脸上立刻露出一抹狂喜之色 口中喃喃说道 公子这是要突破了 哈哈 公子突破的话 一定是能够重新降 拿第一的位置抢回来 他不再打扰 在外面安心等待 更是目光炯炯盯着远处 防止任何人前来打扰公子 他不知道等了多久 或许是几个时辰 又或许是几天 忽然 那茅草屋之中 所有的气势消失得 无影无踪 然后下一刻 他仿佛听到了一股 碰碰碰碰的心跳声 宛如巨瘦的心脏在不断地跳动 接着 一股锐利无比的气息 从茅草屋之中直透出来 本章完 第1819章 屠龙第一人 唯我信邻君 茅草屋被直接砸碎 一股白金剑芒直冲云霄 这白金剑芒甚至长达万里 天空之上无数浮云被尽数击碎 甚至 在白金剑芒没入虚空之中 引得虚空一阵波动 可见 这是何等样强大的威力 中年男子看着这一幕 张大了嘴 脸上露出极度震惊之色 这 这是超越了五星五王的强大威能啊 而后 一道白色人影 从其中凌空漂浮而出 他竟是一路向上 一路向上 一直来到距离高台顶部 足足有数千里的位置 然后只见 他手中一道白金长剑出现 这白金长剑 拖拽着无穷长无穷大的白金色剑芒 他在空中不断击剑 他的招式古朴而苍凉 透着一股远古洪荒的气息 极为的简单 却是极为的有效 一股股大道质茧的领悟 从他体内散发而出 整个左安城都被惊动 所有人都涌出来 看着他在空中那击剑的姿态 他的每一招 都有着莫大的威能 一剑刺出 空间破碎 一剑斩出 大地战裂 所有人都是看着他 目光之中露出崇拜之色 忽然 不知道谁 当先跪倒在地 向他磕头 鼎领膜拜 口中发出激动而崇敬的大喊 信林君 信林君 最终 所有人都在疯狂呼喊着他的名字 信林君 这汇聚成一股巨大的声浪 似乎连那浮云都能击碎 而此时 魏国皇宫之中 一名老者高居于大殿之上 他满脸都是无奈 在他面前 一名臣子低声说道 陛下 这信林君一发不可收拾 咱们得想办法对付他 对付他 对付个屁 这名老者 就是魏国皇帝 他站起身来 盯着这臣子 冷冷说道 你是想要害死我不成 以他的实力 一人杀到皇宫 就可以将所有高手尽数诛灭 你以为他想要这个皇位吗 告诉你 他想要的话 他早就已经拿去了 毕竟当初父皇宠我这个弟弟 可是比宠我要高太多太多了 他真想要的话 现在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 又启示我 只不过 他太痴迷于剑道 太痴迷于武学 甚至自称剑奴 这才让我得了皇位 他冷哼道 你还想对付他 我们现在只能盼着 他对这皇位 没有急于之心 不然的话 只要来到皇宫 我就只能将皇位乖乖让出 那臣子静若寒蝉 一言不敢发 是啊 实力到了这种程度 一人已足以诛灭一国 终于 那天空之上的姓灵君 击剑完毕 而后缓缓落下 他大约二十七八岁的年纪 身形瘦长 但身体里面 却是充满了爆炸性的强大力量 长相俊朗 目光却是凌厉无比 就如同一把出鞘的长剑一样 甚至让人不敢直视 看一眼 都觉得似乎要被刺伤 中年男子大声说道 恭喜公子 贺喜公子 又一次突破 踏入六星五王之境 您绝对是这屠龙三十七国俊杰第一人 不 甚至可以说是屠龙三十七国第一人 白衣公子微微一笑 缓声说道 我看你面色焦急 是因为什么 中年男子赶紧将事情说了一遍 听闻此言 信林军脸上露出一抹圣人的冷笑 陈锋是吗 好 我之前就听说过他的名字 现在 他竟然敢抢我第一的位置 好啊 那我就将这个位置 硬生生地抢回来 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到底谁 才是真正的天才 他并不狂傲 只是自信 强大无比的自信 他忽然凌空跃起 口中缓声说道 灰剑姬浮云 君王进北来 屠龙第一人 唯我信林军 此人 正是魏国第一高手 信林军 魏无忌 当陈锋得知沈彦斌出外游历的消息的时候 不由得有些怅然若失 沈彦斌的性子 他是很清楚的 向来无拘无束 这一次出去 也不知道会走多么远 陈锋也不知道来 不来得及再见一面 因为陈锋有种预感 他在大秦的时间 可能不会很久了 有可能 真的以后就再见不到 龙脉大路实在太大 以他现在的实力 扔到一个地方 根本不会惊起任何的响动 想要找一个人 那更是何其困难 当日傍晚时分 龙神侯府 密室之中 龙神侯缓声问道 陈锋 你真的打算一己之力 去对付整个楚国吗 陈锋缓缓点头 龙神侯沉声说道 你可要想清楚了 这件事 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你现在实力确实高绝 但是像楚国这种大国 也有自己压箱底的底牌 说不定 里面有几个强大之极的强者 能够将你斩杀 陈锋说道 我想清楚了 事实上我想得很明白 师父 你可知道 我这段时间 实力精进最快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龙神侯摇头 不知 就是在过去的一个月 陈锋说道 因为 我过去一个月 经历了大喜大悲 因为 我过去一个月 以一滴百万 历经许多恶战 所以我实力进步得最快 我一人去灭楚国 我还盼着 出国有高手到来呢 来得越多 越强 我进步得就越快 龙神侯还想再劝 陈锋微笑说道 师父 不用再说了 那里我必须要去 虽说现在秦国皇室对不起我 我也跟他们 没有什么勤奋可言 但是我能走到今日这一步 多亏了朝廷的栽培 他对我终归是有恩的 我去楚国这一趟 就将恩情都还掉好了 从此之后 再无瓜葛 陈锋话说到这个地步 龙神侯也不便再劝 第二天 陈锋就离开了此地 这一次 他没有带着韩月 毕竟这一路之上 不知有多少艰险 陈锋不想让韩月 跟着自己设险 陈锋一路向着楚国方向赶去 他速度极快 但哪怕如此 也是三天之后 方才到达秦楚边境 陈锋看着远处 一道隐隐如一条线一般的 巨大城墙 知道那里 便是楚国边关 他轻轻嘘了口气 嘴角露出一抹苦笑 靠两条腿赶路 还真是辛苦啊 我也是需要收复一头 最好能够飞翔的妖王了 毕竟树叶有专攻 那种妖兽的速度 肯定比我快得多 本章完 第1820章 我陈锋 一人来灭楚国了 想到这里 陈锋忽然心中一颤 一股悲伤涌起 他想到了血风 血风 血风 陈锋将封印着血风的那事物 拿在手中细细看了一遍 血风在里面 一动不动 神色安详 如同沉睡了一般 但陈锋知道 他已经没有了气息 陈锋收拾心情 真而重之地珍藏起来 而后向着楚国边关 急速掠去 转眼之间 他便到达边关之外 而边关城墙之上 那些楚国军士看到这一幕 都是发出惊惧的大喊 当他们看清楚此人长相之后 脸上更是露出极度绝望恐惧之色 纷纷发出疯狂的喊叫 陈锋来了 因为现在楚国国内 到处都贴着陈锋的画像 所有楚国人都知道陈锋的事迹 对于他们来说 这只是痛苦 陈锋看着他们 神色淡然 一言不发 他只是取出屠龙刀来 而当看到 他这个动作 所有的楚军士兵 第一件做的事 不是反击 而是逃跑 他们争先恐后地逃跑 甚至不惜从几百米高的城墙上跳下来 所有人都知道 陈锋一刀 斩碎雄关之事 没有人敢留在这里 自寻死路 陈锋可不会管那么多 他冷冷一笑 一刀凶狠斩落 轰的一声巨响 这座雄关直接被斩碎 陈锋又一次 一刀破碎雄关 不过 这些楚国士兵 见机得早 死得不是特别多 他们仓皇向着 楚国内地方向逃跑 陈锋看着他们 忽然声音缓缓道 我告诉你们 见到的所有人 我陈锋 一人来灭楚国了 我陈锋 一人来灭楚国了 声音宏大 震惊百里 这些楚军 甚至都没有什么怀疑 因为所有人 都不认为 陈锋会说假话 所有人都觉得 陈锋说的这话 就一定能够做到 这个消息 随着这些溃兵的传播 疯狂地在 楚国传播开来 此时 楚国国都之中 一片哀鸿遍野 七百万楚军 能活着回到 楚国境内的 不过是一半而已 其余的 都死在秦国境内 其中大部分 为陈锋所杀 而剩下的那些 则是被追上来的 秦军斩杀 楚军战斗力 本来不弱 但是他们 已经被陈锋 吓跑了胆 一心只想逃跑 甚至连还手的心思 都没有 这样导致的 直接后果便是 秦军在他们 屁股后面追着砍杀 一路死伤无数 而这七百万军队 多出自于 楚国帝都 尹都左近 所以 尹都百姓 几乎家家搞诉 尹都 皇宫 朝堂之上 楚国皇帝陛下 一袭蓝黑色 袍芙 坐在那里 满脸阴郁之色 下面闻五百官 无一人敢于 说话开口 大殿之中的气氛 凝固到几乎窒息 最终 楚国皇帝 缓缓开口了 诸位 此次大败 有什么好说的 下面依旧 没有人说话 哦 没人说话是吗 皇帝陛下 脸上神色一片冰冷 他的目光 扫过那些 身穿铠甲的 军中大将 冷冷说道 你们作战不力 就没有什么想说的 那些身穿铠甲的武将 顿时都是脸色一变 心中涌起一抹畏惧 皇帝陛下喜怒无常 一言不合便要杀人 他们心中叫苦 完了 这一次不知道 又谁要倒霉 被陛下斩杀 依旧没人说话 皇帝陛下眉头皱起 已经是阴云密布 随时有可能爆发 而就在这时 却有一名老者走出 这老者年岁不小 但却腰杆笔直 身形极为硬朗 而且这个时候 敢于站出来 直面君王的怒火 说明此人极有担待 他缓声说道 回陛下 此次酝酿半年 又有戏作为我们通风报信 说到戏作这两个字的时候 大殿之中顿时安静了一下 而这老者也是顿了顿 目光投向了文武百官前列之中的一处 那一处 站着四个青年男女 和大殿中那些最年轻 也是四十来岁的文武百官 形成了强烈对比 他们都很年轻 四人眼观鼻鼻关心 神色肃然 没一个人说话 正是寻征四人 老者看了一眼 又接着说道 但咱们最终却还是失败 这非战之罪 因为我们一开始无往不胜 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 占据秦国半壁江山 都是有可能的事 但最终 却是毁于陈锋一人手下 这陈锋 只能说是一个意外 我们不可能之前针对他做出布置 皇帝陛下缓缓点头 相国你说的对 他对这相国大人 还是非常尊重的 楚国皇帝深深地吸了口气 缓声说道 长永家也死了 这一次大败 咱们就认了 朕不做任何追究 听闻此言 那些楚国将领 都是长长地松了口气 楚国皇帝继续说道 但是 虽然此次咱们成人败了 但陈锋 却绝对不能放过 陈锋 以一个人的力量 狠狠地打了咱们楚国的脸 这是朕绝对不能忍的 而就在这时 忽然 外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一名皇家侍卫 副统领大步走进来 楚国皇帝眉头皱了皱 有些不悦道 怎么回事 为何如此惊慌 那名皇家侍卫 副统领 有些欲言又止 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就在这说就行 楚国皇帝不悦说道 这名皇家侍卫副统领陈声道 陛下 就在昨日 陈锋一刀再次破碎熊关 向着引渡的方向杀过来了 并且 他向那些逃跑的楚军士兵高喊他陈锋一人来灭楚国了 让他们将消息传出去 什么 文廷此言 大殿之中一阵不敢置信的喊声 众人脸上都是露出极度惊诧之色 这陈锋是疯了不成 他以一己之力来灭楚国 开什么玩笑 而楚国皇帝听闻此言更是脸色铁青 一言不发 咬着牙 脸上肌肉一凸一凸的 显然已经怒到了极致 忽然 他恨恨的一巴掌拍在龙椅之上 力声喝倒 这陈锋 真是狂妄自大到了极致 他以为他一个人能灭掉楚国吗 那白衣少女老七豁然站起身来 看着楚国皇帝说道 父皇 我有一句话想说 楚国皇帝满脸宠溺地看着他 你说 本章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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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